三千二百六十一章 蚕龙妖宫 好 行语拱手 神情凝重地看向赤眼 三千五百年 无人能够撼动其身份和位置 足以可见 他的真正战斗力 何等可怕 自己是第一位以圣地来挑战的人 那么先前挑战的 定然都是清一色的谷地 我修了不少法 不过最擅长的 还是火之道 行语张开双手 顿时间不死地火透体喷勃 刹那间火海连绵 熊熊燃烧半边天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吞没 以行语为中心 不死地火凝现出恐怖身影 像极了不灭之神 那至高无上的威压震慑四方 似乎天地法则都要在脚下沉沦 而行语 则是世界唯一的主宰 行语没有选择其他 一上来就选择了最拿手的 在古地面前装模作样 会死得很惨 好家伙 真强啊 赤眼大惊 一对赤眉藤一声立了起来 双眸之中橘黄色的火焰熊熊燃烧 清晰可见 他的衣服随风消逝 肌肤僵硬实质化 仿佛是岩浆层构成 紧接着岩浆和橘黄色火焰缭绕 化作一层暗金色的火焰盔甲 赤光瓦亮的光头上 凝现出道道诡异的符咒纹痕 火焰缭绕 形成一道都谋扣在头顶 这个样子 如灵大敌 你这小儿从何处弄来的这火焰符咒 竟然让我的赤魔浮体 畏惧地自动形成防御 赤眼神情 很震惊地看向形语 这并非他主动进行的防御 而是本能的 对于危险的感知 自动进行了防御 就像形语受到了危险 不死地甲构成的衣服 就会顺息化作不死地甲进行防御 这是 无需控制的战斗本能 形语嘴角威名 看样子 自己的不死地火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绝对的火之君王 哪怕是火焰符咒 也要俯首称臣 这是晚辈的看家本领 前辈要小心了 形语大喝一声 周身滚滚不死地火化作的火焰 疯狂燃烧 人并没有动 但是赤眼猛地原地后撤三丈 赤 他刚刚所在的位置 空间瞬息 被一道黑色火焰泉硬生生砸碎 形语直接穿过破碎的空间裂缝走出来 而火海中的形语 缓缓消失 那只是残影 则 不动用符咒 能将空间递到稀修到这种程度 罕见啊 赤眼的多谋消失 露出光头 看向形语嘖则称奇 形语对于他的话无动于衷 继续攻杀 砰砰砰 形语很认真 也很疯狂 每一招每一事都迅极猛烈 将不死地火的雄风 完美地展现出来 赤眼始终在躲闪 他也不慌 最神奇的是 形语攻速 无论提高还是放缓 他躲闪的节奏和步伐 都不紧不慢 每一次都恰到好处地躲开 形语脸色微凝 他的地魂始终笼罩四方 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他 每一次的躲闪方向和位置 可就是打不中 无形间似乎有一层阻拦 让他和赤眼形成隔阂 这是怎么回事 形语皱眉 很讨厌这种感觉 有力使不上是最讨厌的 不过形语没有慌 始终保持冷静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不仅如此 形语攻击时 更会揉砸诸多 金木水土雷星辰等 术法的精髓 看上去 形语只是释放了火之地道 但形语却融会贯通 将万道释放 赤眼依旧躲避着 只是神情再也没有了 起初的轻松 眉头紧锁 始终盯着形语 不敢走神 说明一点 形语真正让他感受到了危险 就在此时 猛烈进攻的形语 忽然脚下一顿停下 站在原地喘息道 前辈好厉害的身法 能够躲过这么多次攻击的人 头一次遇到 看样子 你也是第一次与谷地交战 谷地与圣地有着之的差距 可不是那么好弥补的 赤眼大笑道 不过你是真的强 我这身法 可是用了八分力 哪怕面对一些谷地 都不曾这般用力过 多谢前辈夸奖 我继续了 形语眼眸一凝 继续攻击 赤眼笑着要躲闪 忽然间顿住 眼眸凝实地看向形语 你这小儿有点意思 花音落下 他猛地低含 顿时赤魔浮体 迸发出万重火焰岩浆 一层层火焰岩浆 以它为中心 疯狂朝着四方翻滚 仿佛要将天地淹没 岩浆中 浮光闪烁 凝实成一道道拳头 朝着身后巴掌位置轰杂 犹如万壁神罗 那里 虚空震荡 空间支离破碎 碎裂的每一道空间 都化作空间利刃 随着疾风呼啸 挂向岩浆 行语猛地凝现 在空间黑洞之中 阵壁一挥 紧接着它双手合并 缔结成一道古老神秘的印记 笑天印 行语一声低含 一掌打出 好 仿佛远古 魔神一瞬间穿越时空 降临在此地 以印记为中心 不死地火在疯狂燃烧 演化出一道高不可攀的伟岸身影 它扬天怒笑 声音震耳欲聋 声势浩荡 万里之下的苍茫大的 在轰隆隆地爆碎 被这可怕的声音 震成了粉末 这一集 看上去是超脱一切的必杀一击 而且直达地魂 那声音蕴含着万般竖法玄妙 更是直接无视赤眼的攻击 穿透过去 直达赤眼的地魂弓 好强的竖法 赤眼眼孔紧缩 一对赤眉猛地树立起来 它一声低吼 额头迸发出一道玄妙的幽蓝色浮咒光痕 若能够看到它的地魂弓 就会发现 有一道古老的山岳横根 此刻山岳轰隆作响 画作一道苍老身影 一掌下拍 狠狠与携带笑天印的伟岸身影相撞 顿时气浪翻腾 不死地火疯狂扩散 整个地魂弓都在阵战 不死地火没有燃烧地魂弓 反而诡异地直接进入赤眼的体内 吃吃吃 不死地火进入体内 顿时间疯狂燃烧 任凭赤眼抵抗都抵抗不住 这 这火焰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 赤眼大惊 它可是古地之躯 这火焰竟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燃烧 确实超过了它的想象 浮原之心 开 赤眼眼眸一领 顿时间它的体内演化出一道光团 光团光辉赤圣 浮光璀璨万千 犹如神圣之心 赤 万千道浮光之树 凝结成一股 直接在体内横扫 所有不死地火全部被剥离出体外 火焰无法被磨灭 它只能将不死地火驱逐出去 不死地火分离出体后 赤眼微微喘息 抬头看向行语 行语的笑天印 穿过了赤眼的万臂神罗般的攻击后 双手迅速缔结印记 直接化作两道惊天印 以及破天印 因为它的攻击并没有消散 持续攻杀过来 若不做抵抗 必死无疑 合并 开 行语双手印记变化 惊天印 以及破天印 猛地浓缩成一道印记 随着行语猛地前推 不死地火 就如同上古年间的荒谷神兽暴动开来 直接化作一道无敌身影 一掌携带着融合的印记 砸向万臂神罗 哄 惊天聚报之音刹那响起 实质的力量波动 泛起层层涟漪 席卷了苍茫大地 目之所及的一切锦绣山河 无一例外 全部被轰成粉末 三千二百六十二章 妖魔破阵 砰砰砰 力量潮汐 成圆形疯狂四散 简直可以用天崩地裂来形容 苍穹昏暗 雷霆暴动 宛如世间末日 修修修 力量轰击之下的行语 辗转腾挪疯狂后退 每一次都运足了空间地道 急速闪退 可是力量震荡下 他的地区不断受到冲击 脸色难看 终于 行语倒退了几十万丈方才停下 一脚踏碎虚空 半跪再递脱了口鲜血 略有些狼狈地看向四方 这风景如画的世界 已经破烂不堪 整体凹陷下沉了 不知道多少万丈 宛如一片死亡恋场 滚滚沉雾和火焰之光冲天 镜头处 赤眼覆手傲力 前辈 好强 行语看向赤眼 神情名重 你更让我没有料想到 不是放符咒 竟然都拥有这等骇人听闻的实力 是我生平第一次所见 赤眼神情没有想象中的轻松自然 眼眸中带着冷冽 可以看得出 他是真正将行语当作了对手 而不是看待晚辈一样 在试探 刚刚不死地火 瞬息攻杀境地魂弓 让他震惊 直接冲进地区内 让他无法理解 不死地火一瞬间暴动燃烧地区 简直打破了他的认知 一个小小圣地 竟然能够冲破他的古地防御 轻松攻杀境体内 让他不得不认真对待行语 如果行语实力是古地 当当他绝对会中伤 那诡异的火焰 神秘的地数 他不动用浮原之星 根本难以抵抗 前辈谬赞了 还是没有 站得一丝上风 是晚辈败了 行语缓缓站起身 叹了口气 他刚刚与赤眼扯淡两句在动手 就是为了假借空间镜像的影响 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凝结不朽镇天印 如果当着赤眼的面凝聚 他绝对不会给自己机会 因为不朽镇天印 足够威胁到他 行语能够有信心与古地战斗 不朽镇天印 是他的底气之一 不朽镇天印 是行语从不死魔观的 所得的绝世秘术 得到后就一直修行 可直到几个月前 才真正掌控 足以想象 这不朽镇天印何等的强大 时至今日 行语战斗中 只施展过前三印 后面不是不会 而是没有对手值得他释放 还没承受住 就已经挂掉 现在他面对赤眼 直接动用前三印 就是想全力以赴 看看究竟和古地有多少差距 没想到 这个差距还是很大 行语相信 释放后面几印 绝对可以战胜 甚至杀掉赤眼 但赤眼也绝对会拼命 他这样 强大的古地 如果拼命 那是目前他扛不住的 单说那原力之星自爆 就足以产生很强的力量 而且 行语凭借不死地火 清晰地感知到 赤眼体内的原力之星 与曾经接触到的原力之星 略有些不同 蕴含着很高深的符咒玄妙 似乎还有数到神秘的符咒蕴藏 那等符咒力量 是行语从未感知到的强大 能够屹立在第四层几千年 果然凭借的是绝对实力 你也不需要自责 反而你应该感觉到骄傲 赤眼践行语不准备继续战斗 便笑道 你可知道 我达到了古地何等境界 我已经是古地中期巅峰 即将迈入后期 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可远远不是中期古地能够匹敌的 你能与我交战到这种程度 已经是我前所未见的最强胜地了 若与初期古地交手 我敢肯定 除非那些逆天级别的古地外 你一定都能战胜 行语恍然大悟 古地的境界是分为初期中期 后期顶峰小圆满大圆满 虽然只有六个阶段实力分化 可是每一道小阶段 彼此间的实力就天差地别 而且达到古地后 修为的突破将难如登天 多少古地耗时十几万年 都不一定能够前进一步 但也有可能一夜间顿悟 直接突破两到三阶段 古地是目前已知境界中 仅次于传说中神境的最高境界 提升不再关乎于如何修行 而且如何感悟天地间最强的到 最高的规则 若能掌控到无上规则 哪怕只是初期古地修为 也将有着与后期乃至顶峰古地战斗的能力 行语倒是没有想到 赤眼已经达到了中期巅峰 怪不得实力强大的这么过分 犹如天潜一 般 一点获胜的可能性都没有 原来是修为差距太大 这让行语心里倒是舒服很多 但他也深刻地意识到 自己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 古地从未达到过 也不会有人给予自己指点帮助 一切只能靠自己 必须要更加努力 而且要加快速度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晚辈书的心服口服 行语拱手笑道 不过 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一定会挑战成功 行语有着很强的自信 他相信 带自己达到古地的时候 将不会有多少人是自己的对手 哈哈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 赤眼大笑 看向行语十分满意和欣赏 说道 老夫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行语笑道 应该是想问我 为何没有习修符咒吧 赤眼点头 道 以你这等天赋和修为实力 若习修符咒 我敢肯定 自身战斗力将暴增十倍不止 我一直以为你是在掩藏 可知道刚刚都没有习修 我想你应该是没有修行 专攻了原地数 这样选择 其实是没有错误的 天地间大到三千 规则法则中没有熟强熟弱 走哪条道路能达到巅峰极致 都将成就无敌 只是目前来说 最大化变强的途径 还是习修符咒 日后与谷地交手 他们都比多掌控符咒 你将会十分被动 甚至没有出手的机会 看得出来 赤眼是真的很欣赏行语 言语中给出的建议很诚恳 虽然刚刚行语的实力爆发出来十分强大 让赤眼也都十分意外 但是 如果真的交手 他将根本不会给行语出手的机会 这样的话 哪怕你的战斗力再强 没有出手的机会 将根本没有丝毫作用 行语笑道 晚辈感谢前辈给出的建议 对于这一点 我自己也意识到了 这不缺钱才来的逍遥塔 然后可以去符咒宫 或者残龙妖宫买符咒了 赤眼眉头一条 道 我很喜欢你 也希望能见识到 你变得更强 更希望你能创造奇迹 做我的对手 所以我给你一条建议 哦 前辈请说 行语很客气地拱手欠身 三千二百六十三章 符卦占卜 符咒宫的符咒众多 包括了西齐境内 你能想到的知道的所有符咒 只要你给钱 就一定能买到 哪怕是一些大势力的镇足符咒 赤眼说道 这些符咒是很强 但有一定局限性 我奉劝你 不要去符咒宫购买 局限性 能够为人所周知的符咒 哪怕很强 它也是有局限性 比如说达到三星 或二星 可也仅仅如此 只能止步于此 想要让符咒变得更加强大 根本不可能 无数人都使用过 或吸修过 都不曾有过改变 想要改变很难 赤眼笑看着行语 道 去符咒宫购买符咒的 不会有一个谷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谷地根本不在乎符咒的品阶高低与否 而在乎是否适合自己 诸如我的符咒 赤眼探手一握 浮光缭绕 岩浆喷勃掌心 化作一道如鱼四胶的符寿盘旋 这是地眼火符 只是个七星符咒 行语有些诧异 满脸难以置信 这只是个七星符咒 赤眼就这么强 如果符咒等级高一点 岂不是战斗力 还能暴增无数倍 直接无敌了 虽然品阶低 但我很喜欢 而且十分适合我 赤眼笑道 他在别人眼里 可能看都懒得看一眼 可在我眼中 他是无价之宝 哪怕是一星符咒跟我交换 我都不换 因为 我能利用这个符咒 将我的实力 完美地展现出来 符咒本身的价值和作用 是为了让修行者的实力 变得更强 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 符咒的强语 若真的不重要 自身才是更加重要的 行语眼眸微宁 这可是千金都难买的 经验之谈 符文大陆都追求着 拥有更强的符咒 可是古帝却追求 最适合自己的 这绝对不是偶然 只能说 这才是最合适的道路 也如赤眼所言 真正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合适的 否则符咒再强 也终究是外武 根本没用 晚辈受教了 行语拱手说道 客气 赤眼收起符咒 说道 所以说 符咒宫的符咒 最好不要买 而且 符咒宫的符咒 都是通过严格选拔和挑 选的 想要简陋 也是不存在这种可能 那我应该去哪里 才能够得到合适的符咒 行语询问道 残龙妖宫 赤眼笑道 那里被很多人 以讹传讹 说是鬼怪妖魔奇聚之地 虽然这话不假 但他们却不知道 最大的宝贝 都集中在那里 你知道残龙妖宫 就应该明白 能够被关在残龙妖宫 都不是一般人 行语点头 那里的人 要么是疯魔的狂人 要么是心里扭曲的变态 但无一例外 都是修行上 有着极大偏执和疯狂的人 这类人也全部都是奇才 否则也根本做不到 将符咒强行融合 这种逆天的事情 还安全活下来 普通人给他时间和机会 他都完成不了 那里的老家伙 一个个 无论天赋实力修为 都是上上的 我进去如果跟他们战斗 随便出来一个 都能轻松把我捏死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赤眼很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说道 你若想寻找强大的符咒 合适自己的符咒 去残龙妖宫一定会找到 那里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而且我关你体质特殊 掌控的道应该有很多吧 不仅仅是火道 融合的那些符咒 说不准更适合你 让你能够 将实力最大化地增强 那些符咒 经过特殊改变形成 都没有局限性 也就是说 只要你能够不断变强 就能够一次次地强大符咒 甚至超越一星符咒 达到道符的程度 你可知 那些道符 也都是人为形成的 行语眼睛一亮 他还以为万福榜上的道符 都是天生的 原来那些都是人为形成的 怪不得说是自上古年间 至今最强的道符 谢谢前辈指点 晚辈受教了 行语拱手感谢 如果去残龙妖宫 记得去残叶阁看看 赤眼饶有深意地笑道 行语见他没有多说 也就没有多问 但是记在了心里 他这样提醒 或许有他的用意 那晚辈就先行倒退了 行语笑道 好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去西齐地城 北城岩酒楼 踢我的名号 一定可以给你最大的 帮助 赤眼轻笑 很显然是想要和行语做朋友 行语点头答应一声 就直接离开 出现在了逍遥塔一层 刚刚出现 云剑谷地便悄然出现在身旁 笑道 感觉如何 实力很强 行语无奈摇头 还差得很远 倒是我低估了 这很正常 那些人都是老妖怪 在这里待了不知道多少年 经受了多少人的挑战 自身战斗力 是比正常谷地 要强上无数倍 云剑谷地笑道 如果你达到谷地 我想胜算会很大 达到第六层是没有问题 行语笑了笑 没有再说这件事 问道 不知道大乱斗的考核结束了没有 都结束了 跟你一起的那两位 是你的朋友吧 他们也都成功得到名额 现在正在挑战 云剑谷地随后一挥 只见眼前滑光万丈 云雾缭绕 出现两道画面 其中一个 行阳正与人交战 打得不亦乐乎 另一个是花灯笼 可以看得出来 战斗已经结束 花灯笼取得胜利 正在前往下一层 这位不休符咒的小家伙 现在在第二层第十格 这个小胖子 已经挺进了第三层第九格 实力都很强 云剑谷地笑道 这个小胖子 是目前百位得到名额的人中 前进最快的 看着架势 要冲击第四层 行语轻笑 花灯笼的实力这么强 倒是在意料之中 不过他可以断定 这家伙不会冲击第四层 一旦到了第四层 就整个西齐地城的逍遥塔 都知道他了 他曾经得罪了八弟们 绝对不会这般招摇 至于行阳虽然慢 但他没有习修符咒 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行语很相信他的实力 冲到第三层 一点问题没有 二人还在冲击 行语自然也不能走 就直接盘坐在原地等候着 云剑谷地笑道 告诉你一件好事 你可愿意听 前辈请说 西齐光府方面传来消息 愿意邀请你进入暗棋 成为白义堂第十分队队长 顶替鬼交一职 只要答应 即可便前往西齐光府任职 三千二百六十四章 四大帝门 行语眉头一挑 这消息还真是够快的 看来得到考核资格的白义堂 其他黑袍少年 并没有到逍遥塔内挑战 或许他们来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为了挑战逍遥塔 而是拿大乱斗当一次历练 当然 对于西齐光府这个决定 也在意料之中 行语很相信 西齐光府不可能为了一个 已经死掉的人 还记自己的仇 拉拢才是目的 若连这个想法都没有 西齐光府 也不可能屹立在西齐近这么些年 无人能撼动其地位 倒是多谢西齐光府的厚爱了 只是我暂时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忙 要去趟残龙妖宫 劳烦前辈带我转告一声 带我归来 定当登门西齐光府 行语笑道 他倒是可以现在去 但这是并不急 他没有着急答应 还因为想要提升自己 先去残龙妖宫得到符咒 既然都认为自己 没有席修符咒 若自己修了符咒 岂不是一道 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底牌 行语目前其实掌握的有符咒 诸如九祖荒咒 天刚地圆符 太乙天女符 除了九祖荒咒无法动用 其余两个都能使用 只不过行语故意藏桌罢了 而且行语也很清楚 成为白衣堂的人 也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肯定会有人要找麻烦 所以还是提升实力为主 更何况 行语可不会在这里久留 他的目的只是 为了寻找万夫榜上的道符 不然早就离开西齐境了 好 我会替你转答 我想西齐光府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也没有指明时间和日期 云剑谷地点头轻笑 便随之离开 目送云剑谷地离开后 行语等候了大概有三个时辰的时间 花灯笼最先出现 看到行语在等候 大笑着走来 语哥 你出来的好早啊 冲到了第几层啊 第五层第一个败了 你呢 卧槽 第五层 花灯笼吓了一跳 他进去前从云剑谷地那里知道 行语冲到了第四层 很惊讶 但也在意料之中 万没想到 行语还敢冲上第五层 从第五层开始 清一色的谷地啊 语 哥你是真厉害 太佩服了 我啥时候能赶上你万分之一 我就做梦笑醒了 花灯笼坐在行语身边 道 我费了半天劲 踩到第四层 打赢了前三个 不过 我没留名就走了 嘿嘿 行语翻个白眼 很显然他自己也知道 不能露面 西齐地城内 不可能没有八弟们的人 一旦让他们知道 分分钟要弄死花灯笼 有了半个时辰 行语出现在面前 看得出来他很狼狈 衣衫破烂 气喘吁吁 累得不清 当看到行语和花灯笼 衣衫整洁地盘坐在地上等着他 那叫一个难受 娘了个蛋的 你们看上去好悠闲啊 冲到第几层啊 第五 第四 我靠 行语那叫一个郁闷 我连第三层十八格的首格人都没打过 大哥 我们的符师凑在一起 你买完符咒后 剩下的我希望给我买两个符咒 这群混蛋都修符咒 打起来太吃亏了 我的地数根本无法近身 气得我头疼 行语和花灯笼 看着行阳认真的样子 忍不住大笑 放心 符石足够挥霍的 想要什么都可以买到 行语笑着站起身 大哥你有多少符石 说话这么硬解 花灯笼诧异地问道 就算打到了第五层 也才一两万符石吧 这够干什么的 十五万吧 卧槽 花灯笼和行阳 瞪大眼睛看着行语 惹得行语大笑 一行三人有说有笑地离开逍遥塔 却不知 原地出现那名与云剑谷地见面的神秘女人 对着行语离去的背影轻轻一笑 眼眸中透着深邃 走出逍遥塔 行阳好奇地问道 接下来去哪 残龙妖宫 花灯笼黑黑一笑 咱仨仨的符石家一起 将近二十万 去符咒宫买点好东西啊 最后再去残龙妖宫 先去残龙妖宫看看 能不能寻到称心如意的符咒 如果再去买 岂不是更划算 行语说道 行语都这样说了 花 灯笼也就没有多说 反正去哪 他都挺开心 这残龙妖宫 也是他必去的地方之一 行阳最兴奋 终于可以得到符咒了 今天的战斗 可是让他憋屈坏了 一门心思想要弄些牛逼符咒 下次也嘚瑟一把 从不死空间走出来 跟在几人身旁的于心亭 嬉嬉笑着看着三人说话 抚摸着怀中的小猫咪 也不多话 残龙妖宫 位于西川岭西北部 接壤残天涯 距离逍遥塔并不远 大概前行了几个时辰 就来到了残龙妖宫 西起地城地域庞大 就仿佛一个国度 地城内部囊括的有大片的山河 之所以分化领区境遇 就是因为地域过于庞大 需要诸多个辖区 人手掌管 都像一个个单独的小城 残龙妖宫所处的位置 便是西川岭 西北部边境 放眼望去 是一望无尽的山川峻岭 只不过这片山川漆黑如墨 苍穹之上阴云翻滚 时而雷声大作 这片大地 就仿佛与世隔绝 单独存在 在山川的中心 有一座高约十万丈开外的峻岭 就像一柄黑色寒剑 直插苍穹 在峻岭之巅 有一座幽紫色的宫殿 在电闪雷鸣之下 就像一颗夜明珠 点缀在这黑暗之中 远远相望 透着金属寒芒的宫殿 有着难以言明的压迫感 仿佛有万千妖魔妻居 令人不寒而栗 这宫殿 就是残龙妖宫 由当年第二代西齐光帝 也就是第一代西齐光帝的大儿子所建立 自建立之处 就囚封着无数蜂魔的圣地古地 无数年来 永恒存在 无人胆敢前来捣乱搞事 自然被囚困在其中 终其一生 也根本难以冲出来 在残龙妖宫这片峻岭之后 可以看到天地尽头白雾翻腾 仿佛云海缭绕 比肩苍茫 在无尽的白雾之中 有一座通体闪烁血色光辉的断崖 断崖远远看去 形如断剑 更如一道被雷劈碎的枯木 血色光辉之下的山体 黑的发亮 犹如恶魔的獠牙 在断崖上 漂浮着一个石碑 石碑上铁画银勾着三个大字 蚕天牙 三千二百六十五章 妖魔洞窟 蚕天牙 是西川岭 乃至整个北原区域都十分知名的险境 此地具体如何诞生 又存在多久 为什么危险无人知晓 但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 蚕天牙不能去 去一个死一个 因着残龙妖宫 这个人人惧怕的地方 建立在蚕天牙前面 导致蚕天牙以讹传讹下 越来越神秘 当然也越来越夸张 到最后 甚至有传言称 那里曾经埋葬了十数万的古地 古地死而不灭 化作古地幽魂 可借天地之事 将冲进来的生灵 全部吞噬斩杀 炼化精气 企图再生 谣言不可信 可有谣言 此地必定蹊跷 导致很多不信邪的人 也都不敢轻易前来 当然 去往残龙妖宫的 倒有不少 很多年前 残龙妖宫建立之初 不少人都惧怕畏惧 但现在渐渐地对他并没有了恐惧 当然仅限于圣地 因为圣地都知道 这里虽然囚困了不少邪魔般的圣地古地 但却是存在着强大的符咒 只要你能够成功带出来 根本不会有人管你 当然 如果你死在里面 也不会有人救你 更加不会承担丝毫的后果 残龙妖宫谁都可以进去 并没有什么规矩可言 当然是有修为限制的 必须是圣地 因为天地到这里来 很可能都承受不住这里的压迫 站在残龙妖宫这片峻岭前 花灯笼笑道 这就是残龙妖宫了 气派吧 这股气息是挺可怕的 行语眼眸微宁 那残龙妖宫散发出的压迫气息 让人灵魂深处都感觉到颤抖 似乎地魂越强 感知的也就越深 行语更感觉 似乎有无数双眼眸在盯着自己 感觉头皮发麻 心神下意识地警惕起来 囚封了不知道多少老妖怪 气息自然可怕 花灯笼笑道 行语点头 当下一行人便朝着残龙妖宫走去 走在这黑漆漆的山川峻岭之中 并没有感知到多少身影气息 似乎只有行语等人 可当来到最中央 残龙妖宫所在的这座山岳脚下 就发现这里齐聚了有数千人 开外 宽广的平地上 淋漓着众多身影 有圣地也有谷地 有三两成群交头接耳 也有不少独行侠 抬头看向山岳之巅的残龙妖宫 行语眉头一挑 远远看去 残龙妖宫独立存在 高高在上 就犹如妖魔的妖垫 可凑近了看 却发现并没有看到的这么华丽 残龙妖宫诸多地方破烂不堪 就仿佛有什么凶猛之物冲撞过一样 还留有不少断壁残垣 破烂的地方 有滚滚黑色紫色交替闪烁的光雾 在疯狂外泄 在残龙妖宫四方角落 分别淋漓着四道通天的黑色谷柱 谷柱上刻画着数之不尽的斑驳符咒 闪烁放光 分散出八道黑色锁链 共计三十二道锁链 疯困残龙妖宫四方 三十二道锁链凝成 扩散开层层光芒 阻拦着外泄的黑雾扩散 饶氏如此 若仔细清秀 还能闻到一股很恶心的恶臭 这是怎么回事 一直都是这样 行语眉头一挑 看向花灯笼 花灯笼摇摇头 答 我之前来过几次 这里可不是这样 如果我猜得不错 或许有妖魔冲出风镜了 这才引出了残龙驱魔阵 花灯笼告诉行语 那四根谷柱 就是残龙驱魔阵的四道阵星 以四道阵星分化出的三十二道锁链中 每一道锁链上 都刻画了上千道风镜圆阵 还都是以符咒为原形成的 所有阵法组合 以四道阵星为中心 镇压整个残龙妖宫 就算是有通天妖魔 也可以镇压 这是第二代西齐光帝刻画的 无数年来 个人西齐光帝 都会莫过千年加固封印 只不过 哪怕风镜圆阵再强 残龙妖宫内封禁的妖魔太多了 每年每天都处于递增状态 而他们死亡的概率很低 被封禁在这里 有些妖魔会认命 潜心研究自己的修行 哪怕是错误的 也要一直走下去 有些则会不甘心 年年日日都想要冲出这里 恨透了西齐光帝 这种人占据绝大多数 导致他们的野心 他们的疯狂 随着时间的递增 越来越可怕 有些圣 地或者谷地 在这种疯狂下断送了生命 有些则会踩着无数尸骨 一日比一日更强 花灯笼也是听说过 残龙妖宫内的妖魔冲出来的事情 不过以为是谣言 就没有当真 没想到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今日还正巧碰到 确实跟灯笼说的差不多 行阳从远处走来 脸色凝重地看向行语 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行阳悄悄凑到了其他人群中 询问几句 再加上耳边所听到的 可以确定 就是花灯笼所说 有妖魔在冲击风镜 而且险些直接冲出来 现在西齐光斧驻扎的人手 配合西川地宫 正在抓紧抢修阵法 并且修补残龙妖宫 大概用不了一天时间 就可以恢复正常 只是 行阳咒没道 听不少人说 残龙妖宫 暂时还是不要去的好 因为这次冲撞封镜阵法 意图冲出妖宫的 是石镜之一的血荒蛮地 血荒蛮地 花灯笼大惊 神色十分凝重 行语看向他 花灯笼当即说道 自从残龙妖宫建立之初 镇压着数之不尽的妖魔 这些人中 有强有弱 而实力最强的 会被称为石镜 石镜妖魔 任何一位 都拥有着冲出妖宫的 可怕力量 他们也都是将符咒融合 彻底完成之人 只不过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是以邪恶之术 强行扭转的符咒 导致融合成功 这也促使得 他们没有了丝毫人性 只有永不停止的杀戮 血荒蛮地 是近五十万年来 石镜妖魔之一 如果将他们进行排行 足以排名到第八 虽然看似排名很低 可哪怕是出自 西齐光复暗期的精锐古地 没有十位以上 也绝对不可能是 他的对手 这家伙 也是闹得最欢的一位 这些年所听到的 残龙妖宫妖魔 冲进妖宫封禁的事情 几乎都是血荒蛮地 每一次都能搞得 妖宫摇摇欲坠 这次看情况 还是闹得最欢的一回 我们还真是运气不好 大不了多等一会儿 有什么关系 行扬不理解地问道 等残龙妖宫修复好以后 再进去妖宫 将有很大可能 遇到这个家伙 三千二百六十六章 疯子事件 残龙妖宫 看上去似乎只有 方圆千丈大小 可内部另有乾坤 其大无比 有着一个乾坤事件 那些妖魔就囚困 在这个乾坤大世界中 有些是无法脱困 就在某个地方 有些则冲出了封锁 可以四处 游走残龙妖宫各处 只是出不来而已 实境妖魔 任何一位都可以随意冲出来 根本控制不住 只不过平日里很少出来 如果某位暴动 就会出现在各个地方 外界的圣地或谷地 进入残龙妖宫 想要获得残龙妖宫内的符咒 都需要战胜妖魔 或者从死去的妖魔体内得到 实境妖魔暴动的这段时间 遇到的可能性极大 花灯笼担心的便是这件事 如果倒霉 遇到了血荒蛮地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可能连气息都扛不住 行语轻笑 倒 随缘吧 总不能现在离开吧 说不准是好事也说不定 好事 实境妖魔暴动 死的人肯定不少 我们机会不就更大了 行语拍了拍花灯笼的肩膀 笑道 和血荒蛮地正面开战 肯定是打不过 但是花是游走简陋 还不会吗 由我再放心便是 花灯笼苦笑一声 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心说 等你进去你就知道 不是花灯笼心切 而是他知道 其中的可怕程度 当然 他也相信行语 或者运气不会这么差 在行语等人等候的这段时间 山脚下等待的人群越来越多 虽然每时每刻都有人离开 但来的人也不熟 离开的人中 有圣地也有谷地 每个人的神情都很复杂 很显然都在担心花灯笼 所担心的问题 没有离开的人 则抱着和行语同样的想法 来残龙妖宫 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 或许自己运气没有这么差 也说不定 毕竟残龙妖宫内的符咒 是免费的呀 只要你能得到 并成功活着带出来就归你 这对很多人来说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着很多符石 更加不可能像行语这般 可以轻松得到十几万开外的符石 不少人努力了几十年上百年 才能攒下这么些 所以 在实力允许的情况下 他们都愿意不花费符石的情况下 得到最好的符咒 强大自身 这是寻辟领的赵家赵子涵 还真漂亮啊 在行语不远处 有三两个人嘀咕着目光 看向前方不远处 你来三位身着白色青纱裙 面折青纱 手持玉笛的女子款款走来 站在不远处 透着说不出的仙气 那空灵的气质 着实引人注目 还有西川陵以外的人会过来吗 行语笑问道 花灯笼点头 道 蚕龙妖宫 整个西齐地城就这么一个 又因为是当年第二代西齐光帝亲自所建立 很出名 虽然西齐地城内有不少地方 都有着类似可以不花钱得到符咒的地方 但东城仅有三个 距离北渊区近近的 都会选择到蚕龙妖宫 你看那边的十几位古帝 都是来自北渊区境外的新南区境 还有那几位是来幽谷区境 花灯笼倒是见识多广 仅凭借衣着或者装饰 就判断出来自什么地方 什么势力宗门 让行语有了全面了解 西齐光府后花园 西齐光帝盘坐在万丈莲池中央 披肩的雪白长发迎风飞舞 一袍古杖 释放出的无形气势 令天地都在震荡 一呼一息间 似乎可改变天地大势 在他身侧 莲池外 静静站着一名女子 他面带青纱 衣着琉璃紫光裙 静静毅力 犹如仙子一般 手持纸扇 轻轻摇曳 身下琉璃裙随风摆动 似有流光璀璨 化作蝴蝶舞动盘旋 气质超然出城 天师有何要事前来 西齐光帝看向女子 要金色的眼眸光辉流转 宛如高高在上的无上君主 三件事 女子轻摇指扇 面纱下传来笑声 第一 逍遥塔出现的神秘少年行雨 答应进入白义堂 顶替鬼交一职 不过却未曾前来 去往了残龙妖宫 第二 那位小胖子花灯笼 始终跟在行雨身旁 第三 残龙妖宫内 实境妖魔之一的血荒蛮地 再度暴动 冲破 了残龙妖宫 而今正在修补 预计一天后恢复 西齐光帝眼眸中 要金光泽流转 宛如万花筒般闪烁 哦 事情竟然赶到一起了呢 你有何主意 女子笑道 血荒蛮地暴动 抑郁挑战 实境妖魔之一的鬼谷魔地 得到残龙妖宫的妖宫地精 势必会造成大规模的伤亡 自然也会引起 接下来的抢夺 若残龙妖宫内 大量符咒流逝 会引起一些动荡 所以 派遣人手去残龙妖宫 将局面控制下来 是必须要做的 另外要做的就是 让八帝门赶过去 一方面 看看花灯笼 经实力达到了何等程度 其师父的本领学习了几成 有个好的判断 才能知道他接下来的目的 另一方面 给行语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 这样更有利于他为你做事 西齐光帝眼眸透着深邃 看向西南方向的碑郊山脉 在行语出现的当日 因为引起了碑郊山脉的暴动 所以他就找来了这个女人 来自鬼谷新楼的福卦天师 帮忙占卜 占卜后 福卦天师告诉西齐光帝 碑郊山脉的暴动 可以用四个字概括 俘获相依 或许这件事 会引得西齐镜瞬息毁灭 反之西齐镜将有可能 一跃成为光伏天舟 东南域最强的势力 这样的结果 让西齐光帝都大为震惊 怪不得自己终日心怀不安 原来碑郊山脉的暴动 可以让西齐镜的天下 有着如此巨大变化 西齐光伏 能够稳定在西齐镜无数载 全因我鬼谷新楼的历代帮助 才能够化险为夷 占卜改运 一直屹立不倒 黑色小方块TK 暗黑色小方块C0 对于伏挂天师的话 历代西齐光帝都倍加信任 所以 西齐光帝对于此事十分郑重 他可不希望传承了无数载的西齐镜 在他手中毁于一旦 他将对不起列祖列宗 无言死亡入黄泉 询问了伏挂天师后 他耗时七天七夜进行了占卜 最后算出一个人 花灯笼 花灯笼将出现在西川岭的逍遥塔 而他将辅佐一位奇星 成就无上非凡的君主 这位君主 将拥有改变天地风云的能力 三千二百六十七章 战斧霍坤 所以 这几日西齐光帝下令 派遣白一堂的人 前往西川岭逍遥塔 明着历练 实则是寻找花灯了 自然也是在检验 他身边的人 是否真的够强 是否真的拥有这份本领 不是西齐光帝不信任 伏挂天师的推算 而是在确定他的话 这也是他要求的 毕竟 哪怕是鬼谷星楼的占卜 也有一定概率出现偏差或者疏漏 这都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这样做 可以实际确定 如果真的够强 白一堂鬼娇等人 定然可以让他发挥出 绝对天赋和实力 更可以当作垫脚石 给他一次崛起的机会 这样 西齐光帝也将顺利借此机会 与他牵引搭线 成为朋友 甚至拉拢为手下 如此一来 无论日后他犯什么事 搞出什么名堂 西齐光帝 都将可以因着得福 当然 也有可能因着一同毁灭 最终如附挂天师所算 花灯笼真的前来 并且行语一鸣惊人 确定了人选后 西齐光帝直接下令 派遣人手给云剑谷帝送去消息 让行语顶替鬼娇一职 万没想到 他没答应 还去了残龙妖宫 而残龙妖宫的血荒蛮帝 又在这个时候暴动 要和鬼谷魔帝开战 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 西齐光帝轻语 这种事情都巧妙地赶到一起 或许真的是命运注定 这位行语定然不凡 就依你所言去办吧 西齐光帝说道 福挂天师微微欠身 算是答应了 花灯笼的目的 你可推算了出来 西齐光帝微微皱眉 这家伙之前干的事情 他有所耳闻 但也没有在意 可后来听福挂天师说了他师父 西齐光帝就一直记在心中 实在是不得不重视 他师父 那可是一位名阳符文大陆的存在 万没想到 他老人家的徒弟 会出现在他们小小的西齐镜 想想这件事 西齐光帝就说不出的头疼 福挂天师陈阴片刻 道 有三个方向 第一 西川岭的鸣鼓 第二 碑交山脉 第三 西齐落书 西齐光帝也 孔景缩 久久无言 一天的时间过去得很快 行与行羊花灯笼三人修行醒来 就已经过去 山脚下 依旧有很多人聚集 似乎比一天前还要多 抬头看向残龙妖宫 已经修复得差不多 那些断裂处都恢复了正常 妖宫内不再喷散出黑雾 残龙妖宫四方的四道鼓柱已经消失 远远看去 残龙妖宫透着压迫感极强的气息 就像有妖魔君主在宫中一般 应该差不多要开门 就可以进去了 花灯笼看着残龙妖宫的情况说道 行羽点头 倒是很期待能够遇到什么好符咒 这将可以让他的实力再度暴增数倍 或许也可以触摸到突破谷地的门径 他和别人不同 如果想要突破很简单 只需要力量足够就可以 可惜现在修行速度很慢 远远达不到自身体魄的瓶颈极限 所以 符咒将是行羽的另一条路 半个时辰后 只见残龙妖宫内传来轰轰轰的巨响 仿佛有沉重的巨大猛兽 在一步步地走出 咔嚓咔嚓 清晰可见 残龙妖宫正前方的巨大铁门缓缓上升 涌现出一股恐怖的黑雾 黑雾扩散开来 缠绕盘旋在残龙妖宫四周 不过不会外散 就好像有一股力量在牵引一般 根本逃无可逃 咻咻 两道黑影 急速从残龙妖宫内冲出 奥立在残龙妖宫正上方 定眼观瞧 这是两位老者 一人身着黑袍 有着一头飘散的白发 一人身着白袍 有着黑色长发 二人进阶鹤发童颜 精神抖擞 神情不怒自威 极为有气势 当二人出现 山脚下近千位等待的圣地古地 齐齐抬头看来 W黑色小方块 Tken黑色小方块 这是西川地宫的黑白无常两位古地吧 这气势真强呢 据说二人也是西七光斧暗七中人 一直守护在残龙妖宫 场内有古地认出二人 神情十分凝重 很显然 这两位的实力 会比想象中的更加强大 黑古地冷漠的眸子 看向山脚下 冷声道 半个时辰后 可自由进出残龙妖宫 不过提前说明 近几日残龙妖宫要比往日更加凶险 望各位好自为之 祝你们好运 白古地面旁带着一丝笑容 身后黑发 飞扬 飘逸出尘 当他说完 便和黑古地纵身消失在眼前 这两位是残龙妖宫很有名的古地 守护此地有三十万年开外了 据说二人也都掌握了融合的符咒 还精通符咒原阵 高深莫测 实力非凡 花灯笼解释道 半个时辰很快过去 山脚下的朱地 进阶都忍不住了 纷纷朝着山岳之巅的残龙妖宫冲去 行语几人轻笑一声 也跟随人群冲了上去 可当众人赶到妖宫门前 准备进去的时候 远处天边传来轰轰轰的剧烈轰鸣 大家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只见四个方位 分别有滚滚雷云 恐怖的地微果扎着天地之势 疯狂朝着残龙妖宫赶来 正西方位 雷云翻腾间 撞若一柄开天绝命刀冲出刀鞘 那扑面而来的肃杀之势 让在场朱地进阶胆颤心惊 西北方位 彩霞流转 斑驳无彩 四那展翅翱翔的神鸟 在俯冲而至 带着高高在上的无上尊贵 正北方位 黑白两色 似乎太极 阴阳于盘旋着 暗含天地大事 接引无尽生死奥妙 十分诡异 东北方位 碧绿青芒 视若斗牛 冲向云霄 仿佛接引苍穹之巅 有仙气流转 化作漫天神佛 大罗金线一般 四个方位 四股力量齐齐军灵 每一处都若隐若现 上百名圣地古地 这让在场朱地都 头皮发麻 这 这莫非是八地门 绝天地门 大眼地门 两一地门 清霄地门 八地门中来了四地门 我的天 今天是什么日子 怎么这么倒霉 这四地门距离西川岭最近 可是极少过来 更何况四地门同是军灵 莫非是雪荒蛮地 这次闹得特别凶 西齐光斧 请来四地门镇压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有可能 就怕他们不是啊 那我们岂不是要倒霉了 跟地门抢夺符咒 谁敢啊 整个西齐境 除了西齐光斧 就属八地门最强 谁敢与他们作对 话别说太满 还是有的 据说在西齐地城外的 一个小城池内 曾出现一位鬼妖花灯笼 纳斯可是在几百年前 吊锤八地门年轻一辈 抢完东西就跑 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据说到现在他还活着 八地门倾尽全力 都没有找到他的下落 三千二百六十八章 千机浮潰 在场朱蒂随着四地门的降临 奇奇惊呼 没有料想到 他们会在这个时候 横空出现 行语也很诧异 不过还没仔细看 身旁的花灯笼 就一脸认真地说道 宇哥 我们先走 抢先进去抢夺符咒更重要 行语顿时笑了 你确实不是害怕 哈哈 害怕就直说了 我们又不笑话你 行阳在身旁大笑道 花灯笼翻个白眼 去 我会害怕他们 这 这只是战略性后撤 行语几人顿时忍俊不惊 四大帝门到来 我才吸气光辅暗期的人也会来 这次残龙妖宫够热闹了 花灯笼嘀咕道 为什么这么说 花灯笼看着一脸疑惑的行阳 手舞额头 我日 兄弟 你是真的笨 四大帝门会无缘无故来这里 还无巧不巧的今天来 更巧的是一起来 除了没两千年一次的交锋对决这件事 八帝门能同时出现两个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今天一下子出现四个 还齐聚此地 你想 西齐光辅会不派人来看着 尤其是血荒蛮蒂娜斯 刚刚在残龙妖宫内闹腾 这里将成为最混乱的地方 其他地门距离此地最远 但搞不好也会来 所以啊 赶紧进去捞到好处就赶紧撤 不然惹上麻烦 就坏事了 花灯笼很无奈地看向行语 很显然 他很讨厌这个局面 毕竟当年他干的那件事 可是把八帝门恨得压根都痒痒 这五百年来一直都在抓捕 可想而知 现在如果碰到 还不集中火力弄死花灯笼 行语笑道 你说得倒没错 我们先走为妙 花灯笼兴奋地点头 当下一行四人就悄悄走到了人群后面 直接溜进残龙妖宫 也有人在这个时候进去 不过不多 都在震惊于四地门的突然出现 想要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进去早晚的问题不大 当行语一行四人 走进残龙妖宫后 不到百息时间 四大地门就齐齐降临在了 残龙妖宫宫殿门前 放眼望去 每个地门都刚好一百人 五十位圣地 五十位古地 四百位站在四个方位 让在场的近千位诸地都感受到十足的压迫力 在四地门各自所属的人群前 都有一位老者 人还挺多 倒是没想到呢 清霄地门前的老者 刘有青色长发 看上去十分苍老 但却穿着花哨 青色长袍上绣了锦绣山河 花鸟鱼虫 各种刘金文痕捐客四周 看上去高贵无比 这位是清霄地门的千龙古地吧 据说成名于五十万年前 实力高深莫测 没想到今天带头出现了 有认识的古地 眼孔紧缩 神色大变 其他三个地门的为首老者 也都是和千龙古地同一个时期的强大古地 真不知道四大地门打什么注意 为何齐齐来此 还派遣来这妖牛逼的古地 走进残龙妖宫的行与一行人 自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此刻都在惊讶于残龙妖宫的内部情况 残龙妖宫内部拥有乾坤世界 空间极大 放眼望去壮丽的山河一望无际 仿佛比整个稀奇地城还要庞大 囊括了数之不尽的山川峻岭 广袤森林 以及万千险境 这里的世界和外界 有很大的不同 苍穹是黑压压的一片 隐隐泛着紫芒 时而雷声大作 电闪雷鸣 轰隆轰隆的声响 就仿佛是恶魔在敲打着丧魂中 令天地陷入一片黑暗杀戮 从苍穹之巅 延伸下来无数到漆黑如墨般的古柱 古柱降落在大地之后 黑雾翻腾 数之不尽的锁链冲出 索困着大地 以古柱为中心 黑雾腾腾 蔓延方圆几十万丈 整个世界看上去 就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天牢 为何 空无一人 行与地魂在进来之后 第一时间扩散开来 席卷了方圆几十万里 可是没有感知到丝毫生灵 更别提什么珍惜地药 以及符咒了 就好像是一个被诅咒的世界 花灯笼黑黑一笑 这就外行了吧 残龙妖宫的妖魔 可不在世界上面 而在世界下面 世界下面 随我来 花灯笼笑着带上疑惑的行与异行人落在地 上 来到了眼前最近的一个黑色古柱前 古柱前雾气滚滚 弥漫着磅礴神秘的气息 锁链延伸而出 渗入地下 锁困着几十万里的大地 被锁困的大地 一片黑雾缭绕 可若仔细看就会发现 黑雾下内有空间世界 那是一个黑与红交替的世界 一望无际的黑暗中 万千赤红如血的岩浆在持续喷发 岩浆柱冲天起 又散落喷洒四方 将大片大片黑暗之地覆盖 化作岩浆湖泊 这岩浆四面八方地 从地下冲出喷射 毫无规律可言 但在黑暗深处 有一片岩浆流 未曾覆盖的地方 那里有无尽的山川峻岭 峡谷幽灵 就好像是被封印的神秘事件 那里建立了无数奇形怪状的建筑楼阁 每一个都奇大无比 时而有鬼魅迅疾的身影 闪转藤挪 或盘坐黑雾中 气势磅礴 十分神秘 在那片山脉连忙横跟的世界中 还有很多身影在战斗 他们战斗凶狠 疯狂而暴乱 充斥着无尽的毁灭 每一个人 都好像是黑暗地狱中的修罗 嗜血的罗刹 在那里 满地横跟的都是枯骨 横尸遍野 血流成河 看到他们 就好像是看到了 什么叫炼狱 行鱼几人都备受震撼 从这里看到的地方有限 也就冰山一角 可足以管中溃爆 那里生活的 应该就是残龙妖宫的妖魔了吧 怪不得被称为妖魔 简直就是一群疯子 残龙妖宫那里的乾坤世界 分为两层 一上一下 残龙妖宫的妖魔 都生活在下面那个世界 也被称为妖魔洞窟 上面的世界起到镇压作用 哪怕妖魔冲出来 也有一个缓冲地带 当然 野井房下面的符咒消失 可以有存在的世界 花灯笼苦笑道 生活在妖魔洞窟的人 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 早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 化作了真正的妖魔 再无一点人性 就连他们自己都这么认为 残龙妖宫最危险的地方 不是他们实力有多强 而是没有人性 三千二百六十九章 无情建模 在这种世界中 生活百年千年万年 换作谁都会变 行语看着妖魔洞窟 说道 不过倒是好事 好事 下其手来 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 都是该死之人 花灯笼苦笑一声 大哥 你可真会开玩笑 怎么下去 行语笑问道 这里 花灯笼指着中间的黑色鼓柱 道 直接走进去 便可传送到下面 想要上来也是这样 妖魔无法上来 是因为他们 在被镇压在这里的时候 身上便被打了封印 这里的传送会自动排斥 那就别等了 现在就进去吧 行语很兴奋 他可不管妖不妖魔 他想要赶快找到符咒 强大自身 行语点点头 便和花灯笼几人 一起走进了谷柱中 顿时间一层柔和的光辉 从谷柱中阴晕而出 覆盖了行语等人身上 紧接着 一股推力从上空下落 直接将行语几人猛地下推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行语几人便顺息 落在妖魔洞窟 吃 谷柱带着行语几人 从天而降 绽放出耀眼光辉 驱逐了妖魔洞窟大片的黑暗 我靠 这谁设计的 行语顿时大骂 谷柱放出万丈光辉 岂不是倒数妖魔 他们下来了吗 吼 在谷柱外 传来恐怖的吼叫 明明是人在吼 却像个恶魔在咆哮 清晰可见 一道道身影在疯狂地冲来 快走 行语当即走出谷柱 急速朝着西北方向前行 脚踩地面 发现这里的大地粘稠而柔软 就好像是岩浆渐渐凝固后形成的大地 能感受到极强的热量在大地之下 行语很好奇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之所以奔着西北方向 是因为他们落在的位置 身后便是那喷洒岩浆的毁灭之地 正前方和左边都有妖魔冲来 右边西北方向也有 不过数量较少 而且这里直通妖魔洞窟的深处 那无垠的山川之地 只要深入其中 便可以暂时躲避 这群发现他们的妖魔 并可以顺利得到符咒 很快便和正前方的妖魔接近 他们都是人 和人族没有任何区别 只不过很奇怪 他们面目猙獰 神情中带着疯狂和暴力 就好像是杀红眼的修罗 周身散发出邪恶而毁灭的气息 仿佛只有杀戮 才能够让他们兴奋 让他们找到活下去的乐趣 好好好 迎着行语四人重来的妖魔 有十八位 每一位都在嘶吼 发出阵阵比浮寿更恐怖的吼叫 修修修 有数位修为高达谷地的妖魔 阵壁一挥 便迸发出一股古匹链 每一道匹链 都蕴含雄魂的原力和浮力 划过长空 空间被撕裂的粉碎 只不过 空间极为坚固 瞬息又会闭合 若仔细看 刚刚空间破裂后 看到的根本不是空间裂缝 而是一道道密集的阵网 这是防止妖魔 倾尽全力破坏空间 顿逃出去 修修修 行语四人连忙闪躲 根本不理会谷地的攻击 这攻击比外界的谷地强大数倍 威能也极其可怕 但却不用担心 因为这攻击并未锁定 只是单纯的攻击 只要速度够快便可以躲避 面对它们 就像面对毫无灵智的 却拥有毁灭力量的浮兽 只需要找对方法 便可应对击杀 很快 双方接近 行语眼眸一领 阵壁一挥 起源地剑争鸣中飞出 碧绿色的剑芒 演化着千变万化的剑招 瞬息间便斩杀了数位圣地妖魔 花灯笼和行阳相互配合 行阳涌即到雨爆发 花灯笼佛光普照 全部拍死 至于于心亭笑盈盈地 跟在行语身旁 根本不管 行语三人 动手杀的只是圣地 把古地单独流出来 当圣地妖魔全部死亡 行语嘀喝一声 行阳 是 行阳冷笑着 看向数位古地 猛的额头显化出勇技之谋 瞬息迸发出一道光束 直接让所有古地都齐齐定在原地 行语四人当即转身就跑 跟他们在这里浪费时间毫无意义 立刻溜走找符咒 才是要做的 当行语四人离开 身后的古地才回过神 看到行语等人消失的无影无踪 原地愤怒嘶吼 妈的 那几个王八蛋去哪了 有古地愤怒咒骂 他们依旧是人 只不过妖魔化 完全没了人性罢了 立刻去找 一定能找到 你是什么东西指挥老子 老子比你更强 老子觉得比更强 比试比试 有几个古地冷笑着 直接朝着其他人冲了过来 几个古地竟然直接打起来 不再管行语等人 远在身后追来的诸多妖魔冲过来 没有看到行语 看到他们在这里打 竟然也加入了战斗 远远离开的行阳 看到这一幕眼珠子瞪大 我累个去 这群家伙还真是疯子 这样倒好办了 行语轻笑 还真担心他们有人性 有脑子 那样就麻烦了 毕竟这里圣地古地 不知道有多少 还有十大竞技妖魔 跟他们斗 是最愚蠢的行为 急速前行期间 遇到了不少妖魔 只不过 他们并没有动手追逐 很显然 再没有发现行语等人 是从上面下来的情况下 都以为是囚困在这里的人 很快就穿过 一望无际的黑暗之地 来到了山川之中 这里的妖魔数量众多 放眼观桥 就有成千上万 有的在打斗 有的在抢夺着什么 嘶吼怒骂 整个世界都像是毁灭之地 行语特意观察了周围 不少山川上的楼阁建筑 那建筑楼阁和外界 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更大更辽阔 以某种黑色石头堆积构成 充斥着野蛮的霸气 楼阁只有一层 四周没有窗户什么的 可以看到楼阁内的一切 在每个楼阁中 都有不少妖魔存在 他们相比较山下的妖魔 更冷静一些 绝大部分都在修行 也有些在交谈着什么 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看向楼阁的顶层 都有一位身影盘坐修行 气息惊人 是楼阁内所有妖魔中 最强的一位 能够在这里建造楼阁 要比其他人要更冷静一些 能成为楼阁之巅 盘坐修行之人 实力绝对是冠绝四方 至少是方圆万里内 数一数二的强者 花灯笼说道 这类人最不能招惹 他们或许已经在 融合符咒的路上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实境妖魔都是从这类人中脱颖而出的 3270章 剑魔追击 按照花灯笼所说 能够建立楼阁 是这里妖魔中的追求 因为可以享受资源 可以控制其他妖魔 被称为妖将 最重要的是 可以安心修行 妖魔虽然疯狂 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理念 那就是变强 想要变强 只有不断修行 才能够做到 可在实力不允许的情况下 只有战斗才能提升 这才导致妖魔洞窟如此的混乱 想要成为妖将 建立楼阁 是有要求的 只有打败其他妖将 你才有这个机会和资格 而且楼阁的建立 也有要求 只能是一层 楼阁的层数高低 代表着在妖魔洞窟内的地位 一层最低 五层为罪 一层封将 二层封王 三层封军 四层封主 五层为尽 想要建立更高的楼阁 便要打败更强的妖魔 实境妖魔 人人都有一座五层高的楼阁 作为修行之地 是妖魔洞窟最高主宰 所有妖魔都要听命 这是谁疯的 又是谁建立的这个体系 行阳皱眉问道 第一代实境妖魔之手 叫什么没人记得 都称呼他为妖祖 这是一位无论天赋实力 都比肩第二代西齐光帝的强大存在 曾经三次险些杀掉第二代西齐光帝 第四次失败 西齐光帝没有杀他 将他囚困在了残龙妖宫 这里的一切规则 都是他定的 花灯笼说道 他的目的很简单 这里的妖魔众多 个个都有着可怕的力量 若能够控制住 带有一日冲出残龙妖宫 足以带领着他们 横扫整个西齐境 所以 在这里建立了诸多规矩 让这里一代又一代的妖魔 在疯狂中 不断追求等级的诱惑力 不断驱使着他们 成为实境妖魔 冲出残龙妖宫 行与行阳都恍然大悟 怪不得会有这等奇特规则 原来是有着这方面的打算 不过这个想法选择是对的 若真能够冲出残龙妖宫 率领这里的众多妖魔 绝对可以一举清除西齐功夫 甚至将西齐境 顺西移为平地 这个妖魔洞窟 分为外围 内围 禁区 花灯笼说道 禁区是实境妖魔所在之地 寻常的妖魔都无法深入 因为实境妖魔手下 有着诸多妖主 妖君听令 顺息间便可扫荡四方 外围和内围随意出入 各个地方都有妖将或妖主等各个阶层的人镇守 现如今雪荒蛮地为了冲击残龙妖宫 走出了禁区 他可能出现任何地方 所以说 这段时间来会很危险 行语点点头 现在才算明白 这究竟是有多危险 若雪荒蛮地带着一大群妖魔倒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有着人的智慧 妖魔般的疯狂 那就十分难办了 不过暂时没有遇到 行语就没有多在意 现在先到处寻找符咒 才是真理 四处游走 发现这里地理贫瘠 寸草不生 入目所望之处 全部是黑压压的山脉 偶尔出现的一些古树 也都是枯木无叶 毫无生机 脚踩在地上 能够感受到坚实 但依旧传来淡淡的热量 仿佛大地之地 就是一片火炉 是 就在此时 天地尽头 猛然一道刺眼的金光迸发 附近的所有妖魔奇奇看去 惊呼地疯狂冲了过去 有妖像死亡 符咒出现 速速去抢 哈哈 妖将的符咒都极强 若能够得到 必将有机会 成为下一位妖将 诸多妖魔都很疯狂 行语更砍刀 不少附近楼阁上盘坐的妖将 也都纷纷睁开眼眸 纵身冲了过去 这符咒 就是妖魔口中的资源吧 一出现就会被抢夺 怎么有机会得到 行阳咒没到 你傻呀 这里的所有妖魔体内都有符咒 而且有的强有的弱 或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可以抢夺呀 又并非必须抢夺散落的符咒 花灯笼的一番话 让行阳眼睛一亮 差点犯糊涂 你说得有道理啊 走走走 我们也去凑凑热闹 这么多妖魔去 肯定会乱起来 趁乱搜刮符咒 哪怕用不着 也可以留着卖钱 不是 行语大笑点头 这倒是个好主意 当下也就随着 众妖魔一起冲了出去 很快来到了一座山岳脚下 已经聚集了上万名妖魔 金光便从山岳之巅的楼阁中 迸发的 朔朔发光 符咒演化出的符文张旭 流转四方 宛若一轮大日 借助金光 可以看到楼阁之巅 站着一名男子 他手提战斧 身着黑色盔甲 血色都眸下 一双绿油油的眼 眸 透着骇人的寒芒 在他脚下 踩着一颗脑袋 不用猜 也定然是刚刚被杀的妖将 楼阁中 有诸多古地在打斗 但此时 已经渐渐平息 走出来数百位古地 整齐华一地站在楼阁前 很显然是此人的手下 哈哈 来了这么多人 不错不错 首提战斧的男子大笑 俯看山下众妖魔 大笑道 乌乃雷霆战斧霍昆 今日斩杀妖将 成为此地新任妖将 而等日后 莫要瞎了眼 不认识本地 今日赵化儿等前来 还有一事 这霍昆头上的兜眸消失 流出粗犷的面庞 嘴角微眠 透着阴冷的笑容 本地要今日 连斩十八位妖将 我希望前来的妖将 能够自己过来送死 莫要等我一个一个地去找你们 好生狂啊 你算什么东西 敢在这里嚣张跋扈 霍昆话音刚落 便见人群中飞出一位 鹤发童年 身着灰袍 手持一柄龙鸣虎啸的大刀 怒笑着 便朝着霍昆冲去 哈哈 来得好 霍昆大笑 头上猛然滑光闪烁 都眸凝现 扣住脸庞之后 他低喝一声 一脚踩碎脚下头颅 一跃而起 高举手中雷霆战斧 直接劈向此人 碰 黑色小方块 TTKappa 阿恩黑色小方块哦 他这一幅爆发 仿佛瞬息间有 万千雷龙飞出雷海 阳天咆哮 可怕的力量震荡 瞬间击碎公杀的妖将 更顺势一斧头劈碎 扑痴 鲜血喷洒 血肉横飞 下了一场血雨 霍昆凌空翻身 快速又落在楼阁之上 大手一挥 便将刚刚杀掉的妖 将体内的符咒收走 一起落在身旁金光闪闪的符咒中 让这里的光亮 更加的闪亮 哈哈 第一位斩杀结束 还有谁 尽管来 霍昆大笑道 今日我霍昆 便要以耳等之性命 成就无知威名 行与眼眸威宁 轻声道 这个霍昆 有点东西 能成为妖将 必将有不凡的实力 可在他手里 走不出一回合 体内的符咒很强 至少有三四种符咒 进行了融合 花灯笼看向行阳说道 其中一种符咒我知道 我觉得你会喜欢 什么 鱼阵 三千二百七十一章 剑斩血风 何为鱼阵 力量的运用 算是一种辅助符咒 可却比寻常辅助符咒 更有着超强战斗力 适合体魄强悍之辈 可以将纯粹的力量 借助鱼阵符咒 完美释放出来 花灯笼轻笑道 刚刚那一击 妖将算准了霍昆的战斗力 却低估了鱼阵的力量爆发 再加上地区脆弱 直接被一招解决 此言当真 行阳眼眸中流露着兴奋 如果真是如此 那定要弄来瞧瞧 不过并不急 现在先看热闹最好 好强好厉害 恐怕这个符咒很难抢夺了 不少妖魔都在皱眉 他们只认识两种人 一个是弱者 一个是强者 弱者斩杀 强者尊敬 霍昆一出手 便展露出无敌的实力 让所有妖魔 都不敢有了非分之想 这也是等级化分后的妖魔洞窟 对于真正的强者 他们都会臣服 甚至有些人 根本不会生出反抗的心 有点意思 不过莽夫罢了 吃我一剑 忽然打远处传来一道低鹤 不见人 却闻声 随着一道滑光迸发 一道剑芒瞬息果 扎着铺天盖地的浮光剑术飞来 就仿佛剑海倾袭而下 哈哈 小道尔 霍昆大笑一声 一跃而起 双手持雷霆战斧 疯狂舞动 在周身掀起一层 又一层不断旋转的飓风 飓风中可怕的蓝色雷电 噼里啪啦地搅动着 每一道雷电都在凝缩凝聚成刀刃 枪枪枪 铺天盖地的浮光剑术飞射而来 全部被飓风以及雷电刀刃挡住 攻杀来的妖将 似乎并没有直接制约霍昆的实力 但二人胶着对战 倒是不分胜负 就在所有人以为 战斗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候 忽然间 霍昆周身的飓风消逝 只见霍昆阵臂一挥 战斧雷霆奔腾 好像一个黑洞 将刚刚消失的飓风 直接爆发出来 所有力量和雷电 浓缩成一道刀刃 怒皮而下 一层肉眼可见的力量波动震荡 瞬息击碎妖将的所有攻击 旋即直接一斧头 劈碎妖将 鲜血喷洒 浮光乍现 场内只剩下手握雷霆战斧 傲视群凶的霍昆 不少人都瞪大眼睛 甚至都没有看懂他是怎么赢的 满脸的佩服和尊敬 行语眉头一挑 倒是看明白了 他起初的飓风抵抗 不仅仅是防御 而是在蓄力 更是借助浮光剑术的力量 强行凝聚自身的力量 然后以符咒瞬息爆发出来 再加上看不到的鱼震符咒的符咒 这一击可以说力量达到了极致 这让行语明白 为何花灯笼说 鱼震符咒适合行阳了 这等可增幅地区力量的符咒 简直太适合行阳了 可以将他最强大的优点 完美爆发出来 一定要帮行阳搞到手 行语暗暗想到 不过并没有着急 现在坐收鱼翁之力是最好的选择 面对强势的霍坤 在场的不少妖魔 都不敢生气反抗的心 但是因为 浮光引来的妖将 倒是有不少 都在附近虎视眈眈中 而等莫非是怕了本地 没有人赶来了吗 霍坤霸道的双腹敲击 怒视全场 狂傲至极 他这不仅是在拉仇恨 更是在炫耀 无限嚣张 休得猖狂 看招 话音落下 只见八名妖将 一同从人群中冲出 竟然同时动手 霍坤身后不少手下奇奇色变 霍坤并不惊慌 反而音声大笑 哈哈 来得好 来得好 别说八人 哪怕在场的都来 今日我也能杀了你们 霍坤大喝一声 抡起双板雷霆战斧 带着一往无前的霸气 和八人疯狂交战 此次冲来的八人 很明显能看出来是关系不错 互相间都有着配合 每个人的战斗力 都要远远比先前的妖将 强大数倍 这让行语明白 哪怕同为妖将 可是同等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 这些妖魔的实力 可绝对不能按照 圣地和古地的修为境界来划分 因为他们本身就异端异类 所走的路也是 和正常修行者截然不同 同等级之间的实力差距 有着天欠之别 不过最有意思的 还是霍坤 这家伙欲强则强 此刻独自一人面对八人 竟然也不相上下 招式大开大合 可却内有奥妙和玄机 朝朝都蕴含着深奥的妙法 让八人根本无法短时间内 拿他们怎么样 仔细看向霍坤的身躯 会发现 他的盔甲 闪烁着一层鬼魅的幽子浮光 忽明忽灭 似乎为他提供着超强的防御力 和攻击速度 忽然间 行语行阳花灯笼 都严孔紧缩 只因为战斗中的霍坤 一个错身 来到了一位妖将身后 双手中的雷霆战斧 就好像是雷霆所凝聚 此刻瞬息化作一道道电光 猛地凝缩双手 形成一道闪烁着金属寒芒的拳套 拳套浮光闪烁 随着他猛地一拳轰出 直接将这位妖将轰击的粉身碎骨 紧接着脚踏血雾 银空转身 右手一甩 拳套浮光流转 化作一道万丈长边 猛地抽出 犹如巨龙蜿蜒攻杀而来 又将一名妖将抹杀 左手一震 拳套化作了雷霆战斧 一斧头披向身旁 一位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妖将 又解决一位 羞羞羞 他辗转腾挪 双手间的雷霆战斧 不断变化各种地气 甚至身上的盔甲也可以变化 更会吞吐出骨刺一样猙獰的铁刺 八个妖将 在他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顷刻间都给诛杀 霍昆斩杀八位妖将后 手持雷霆战斧 站在原地放声大笑 在他身后 符咒堆积 绽放出的光辉 宛若药日般闪耀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太帅了吧 行阳瞪大了眼睛 感觉这变幻莫测的盔甲 和雷霆战斧 简直酷炫得不得了 可以千变万化 简直能应对各种对手 怪不得这个霍昆 敢这么嚣张地挑战所有人 花灯笼眼眸深邃地看向霍昆 缓缓说道 如果猜得不错 这家伙应该是得到了 二等符咒千机浮溃 这个千机浮溃 是按照一等符咒天机变所改变 形成的 始终没有说话的虞心亭 笑盈盈地说道 他拥有千机浮溃 搞不好就有天机变 3272章 血荒蛮地 千机浮溃 二等顶尖符咒 顾名思义 此符咒重在千机二字 变化无常 掌控千机浮溃 并可以化身千机地甲 执掌千机地气 只要你心中所想 便可化千机地气为行 其本身没有多少战斗力 属于辅助型符咒 千机浮溃的强大与否 取决于所掌控的其他符咒 如同霍坤 所掌控的雷霆符咒 便可让千机地气 化作雷霆战斧 将雷霆符咒完美地爆发出去 若掌控诸多符咒 也可以利用千机浮溃 完美地演化出来 实力越强 千机浮溃的真正极限 才能够展露出来 至于天机变 乃一等上上等的符咒 十分有名 据说掌控天机变 可掌控天机 此天机非占卜符卦 测算命运之天机 而是天之规则 哪怕未曾习修任何道法 只要掌控天机变 只要你想 便可掌控 挥手风来雷动 翻手云起地崩 只要愿意 便可调动天下诸道 有着不可思议之神威 若掌控天机变 领悟修行 有机会蜕变成道符 传说中的道符中 有一道名曰天元变 据说可念动天变 因八方之源道 曾经出现一位天元古地 便掌控着天元变 威能非常之恐怖 后来成为三圣族之护法 花灯笼认真的说道 听着花灯笼和于心亭的讲述 行语才明白 这东西的强大之处 怪不得霍坤 能够这般信心十足地挑衅四方 这东西一定要弄到 我想要 行阳兴奋地说道 那就可以现在动手了 行语轻笑道 或许还有其他人认出这符咒 万一来个妖王级别的 就麻烦了 说的没错 花灯笼点头 道 我们是一起动手 还是你来 一起动手 速战速决 行语眼眸一领 嘴角微靡 与千机浮沟交手 最正确的做法 就是正面战斗 疯狂交手 不要给他时间来改变 否则变幻莫测得很难缠 行语点头 这一点他也想到了 战斗拖延 只是给他更多的时间来杀人而已 可还有人来应战 霍坤放声大笑 嚣张而霸道 场内的诸多妖魔 都佩服得不行 看向霍坤瑟瑟发抖 这是对强者的尊敬 不少妖将都皱紧了眉头 那叫一个头疼 很显然都没有料到 霍坤的实力能有这么强 实在是小瞧了 等待了大概有一刻钟左右 霍坤正在谩骂嘲讽 人群中冲出三位妖将 这三位妖将 无论身着的地甲 还是长相身高 都一模一样 就好像是三个幻化的分身 唯一不同的是 三人手持的剑 左侧妖将手持轻芒闪烁的光剑 右侧妖将手持碧绿的短剑 中间妖将手持八尺宽 一丈三长的血红巨剑 三人傲力 气势形成一股 直接镇压向了霍坤 看到这三位妖将 所有人齐齐惊呼 青妖 绿图 血风 三剑魔 这三位不是去了内围吗 怎么在这里 这三位听说 都有妖王的实力了 只是在等待着什么 没想到今日前来 这一下子霍坤遇到对手了 这三人一同出生 一同生长 一起变强 足足十几万年 相互间的配合和战斗力 就算是妖王都扛不住 不少妖魔的惊呼 让行渝等人知道了 这三位妖将的情况 霍坤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或许他也没有料到 这三人会出现 原来这符咒 是被你抢走了 手持青芒光剑的青妖 冷冽地说道 是你自己交出来 还是我们动手 不用跟他废话 直接杀了就是 我对那余阵很感兴趣 绿图手中碧绿短剑争鸣 仿佛有万千恶鬼在咆哮 透着圣人的恐惧气息 霍坤面旁阴沉 冷冽地看向三人 我与你们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为何来阻我 只因为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中间的妖将写风 手中一仗三开外的 血红巨剑 猛的一颤 剑影响彻云霄 周围诸多圣地级的妖魔 都感觉头疼欲裂 哪怕是行语都眉头紧皱 这三位都是青一色的圣地 可是这实力 未免有些太强了 动手 血风一声低喝 手中血红巨剑猛的高举 一剑刺向霍坤 瞬息杀到了霍坤身后 那恐怖的速度 惹得全场妖魔惊呼 一剑下劈 巨剑仿佛带着开山猎杯之势 恐怖无敌 其中蕴含的可怕力量 直接将空间都无情撕裂 霍坤前所未有的凝重 快速后退闪躲 可还没走出实战外 一道绿芒一闪即逝 一剑下斩 绿光迸发 鼠之不尽的绿色骷髅头 嘶吼着爆发 紧接着原地暴碎 产生的绿色波动 蕴含着强烈的腐蚀力量 将空间都腐蚀出一个个的孔洞 仿佛马蜂窝 咻咻咻 青妖手持光剑也杀了过来 她的攻击速度 是三人中最快的 没有任何招式 只有快 快到极致的剑法 快到极致的攻击 砰砰砰 霍坤慌乱中与青妖对抗 直接被打得节节败退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机会 仅仅如此 霍坤就性命垂危 可是雪风绿图根本没有等待 也一同杀了过来 似乎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掉她 坏了 这三人的战斗力 明显要比霍坤强大无数倍 霍坤或许坚持不了多久 我们怎么办 行阳皱眉问道 她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千机浮潰 落在这三个剑魔手中 那时候想要抢夺 岂不是更困难了 行语轻笑 看准机会跟我来 一起杀进去 直接带走霍坤 三剑魔实力是很强 但行语想要得到千机浮潰 也很简单 扑吃 场内的霍坤 面对三剑魔的攻杀 节节败退 根本没有还手的可能 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嚣张 哪怕是千机浮潰很强 可是没有施展的机会 岂不是徒劳 看什么看 动手 霍坤愤怒地对手下人吼叫 这个时候 继续装逼一人对战三人 就是找死 羞羞羞 只见身后 冲出几十位古帝 以及圣地 直接杀向了三剑魔 再多的人 也都是徒劳 今日要杀你 你活不了 雪峰冷漠的眸子 就像死神的双眼 已经给霍坤定下了死亡的日期 哼 那就试试看吧 随着身后几十位古帝和圣地冲来 霍坤瞅准机会 终于躲避开三剑魔的围攻 来到最后方 喘息了一口气 他不知道的是 人群中的行语 嘴角微靡 瞬间消失 动手 三千二百七十三章 太义显微 哼 想杀我 你们三位还差得远 看我千机富魁等会儿灭掉你们 站在人群后喘息的霍坤 正准备想办法 动手杀掉这三位剑魔 忽然间头皮一炸 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危险气息 猛地转头看去 只见虚空一闪 行语行阳花灯笼 直接一步踏出 涌击道雨 困魔索 行阳低鹤 释放涌击道雨 让霍坤顿时愣住 紧接着花灯笼 只长一颤 树道闪烁着暗红色的佛光锁链飞出 直接将霍坤五花大绑 行语一步 冲到霍坤面前 只长紧握 起源地剑带着不死地火 一剑刺进霍坤的额头 碰 只听碰的爆碎声 霍坤的身躯 以及地魂 顷刻化作虚无 不死地火 在剑刺进体中的那一刻 就燃烧了所有 再加上起源地剑的力量 他想活命动难 吃 当霍坤死后 血雾中光辉一闪 凝现出两道光 一道光内 鱼阵等五种符咒 被一股特殊力量索困 柔合成一道光团 另一道光内 是一道巴掌大小的木头小人 这木头小人 通体荧光璀璨 被雕刻成一个男子模样 身披战甲 腹手而立 透着难言的霸气 行于眼眸待笑 这自然就是霍坤的符咒 以及千机浮潰 探手一招 便将两道光收起来 转身一脚踏在虚空 凝现出一道空间之门 贼子修走 混蛋 正在与霍坤手下古地圣地交战的三剑魔 当听到爆炸声齐齐抬头看 可当看到霍坤被行于斩杀 还带走了符咒和千机浮潰 差点气死 他们累死累活 竟然成了鱼儿 为他人做了嫁衣 简直岂有此脸 再见 行于挥挥手 大笑一声 直接带着行阳花灯笼 走进空间之门 瞬息闪现消失 离开前 一道虚光笼 照住先前被杀的妖将的符咒 这些符咒 都被霍坤丢在一旁 亮如大日 可现在直接全部吸走 场内所有妖魔都愣住了 这一幕任谁都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人途中截虎抢夺 最重要的是 这人实力好强 能够一箭击杀霍坤 岂能是凡人 百里之外 一处黑暗之处 空间之光闪烁 行于行阳花灯笼直接凝现 早就在这里等候的于心亭 嘻嘻一笑 怎么样 行于大笑着 挥手释放出符咒和千机浮潰 道 完美带走 气傻三剑魔 大哥真厉害 行阳黑黑一笑 一脸激动 行于失笑 将符咒和千机浮潰 都给了行阳 道 都是你的 尽管拿去修行 我希望你能尽快进步 下次再有这事 我可不帮你 原本以为霍坤 还有一等符咒天机变 但行于没有感受到 或许他并没有 听他和三剑魔的对话 或许这东西 本身就是他抢夺来的 大哥放心 有着千机浮潰 以后谁还是老子对手 分分钟 把他们全部弄死 行阳十分兴奋 行于笑看着花灯了 还没等说话 花灯笼笑道 我不需要这玩意儿 好东西还多呢 这样的垃圾先给他玩 死兔子 你说啥呢 行阳瞪大眼 惹得行于几人大笑 看了看周围的情况 行于便带着几人继续前行 这里依旧是外围区域 大多数都是妖匠 虽然也有妖王 但数量不多 倒是可以不用担心 打不过也逃的了 兜兜转转 行于一行人 在不断寻找符咒 按照花灯笼所说 被关在这里的妖魔 很多都是大势力的杰出天才 甚至长老老祖级别的人物 不少人身上 都有着很多强大符咒 所以 寻找符咒 不要操之过急 只有最合适的 才是最有价值的 就像行阳得到余震 和千机富贵 虽然等候了挺长时间 但却值得 轰隆隆 遥远的天地尽头 凭空传来轰鸣声 行于等人都齐齐看去 那里有无数道光束 从天而降 诸多身影疯狂下落 也引得不少妖魔疯狂起来 朝着那里冲去 看来是四大地门 他们进来了 我们要加快速度 花灯笼神情一惊 连忙说道 你还说不害怕 行阳黑黑一笑 惹得花灯笼翻白眼 咱可不怕他们 只是不想闹起来 耽误寻找符咒赚钱 不值得 说起来我就特想知道 当年你究竟是抢走了什么 让八大地门追查你五百年之久 也没什么 就是几个一等符咒 被我抢走了而已 花灯笼摸了摸 赠光瓦亮的脑门 惹得行阳瞪大眼睛 华尔爷 那可是一等符咒啊 怪不得恨得想杀你 你真是太坏了 现在还在手里吗 拿出来 我瞧瞧 有没有适合的 行阳顿时黑黑一笑 花灯笼手捂了头 早就让我给卖了 岂会还待在身边 又不是牛逼符咒 行语轻笑 没有多说什么 按照于心廷所说 这家伙应该有个 很厉害的师父 肯定是在符文大陆 很有名气 否则不会让于心廷都记住 所以 花灯笼贩卖一等符咒 也能理解 他会缺这东西 而且 行语可没忘记 花灯笼 还是福地 谁 行语刚要走 忽然眼眸一寒 只掌一握 只听空间咔嚓一声 几十里外的一处山岳 怦然空间坍塌 山岳上一名男子 猛然被空间利刃 斩断了双腿 随着行语手掌一握 瞬间传送到面前 男子双腿被斩断 鲜血狂喷 痛苦地嘶吼 看向行语 充满了恐惧 这是何人 行阳花灯笼 都齐齐一惊 我也不知道 不过盯着我们有一会儿了 不知道是何用意 行语低头淡漠地看向男子 说道 说吧 为何盯着我们 我 我 男子想要说话 可忽然一道利刃从远处飞来 直接一箭刺穿了男子头颅 行语眼眸冰冷地看去 直接那里出现三个人 定眼观桥 赫然是三箭魔 好快的速度 行语按惊 他通过空间传送 速度极快 这三箭魔 应该还在数百里之外 和霍坤手下交战才对 怎么这么快就追了过来 哼 怪不得胆敢抢夺我三人的猎物 原来是从外面来的 手持绿色短剑的绿土冷谋 看向行语 看着三人缓缓走来 行阳花灯笼 警惕地站在行语左右两侧 量你是第一次 我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雪峰挥舞着手中血红巨剑 狠狠插在面前地上 淡漠地说道 交出千机浮溃 我凭本事抢来的 为什么要给你 三千二百七十四章 暴揍蛮地 行语眉头一挑 淡然倾向 这三箭魔的实力非凡 但行语三人也绝非弱者 尤其是在剑道面前 行语还从没有怕过谁 他可是祖宗 很好 雪峰冷谋看向行语 既然你不知死活 那就别怪我三人心狠手了 动手 他话音落下 身旁的青妖以及绿图 瞬息动身 青妖最先冲到行语面前 手中闪烁青芒的光剑 瞬间斩出不计其数的剑芒 将速度迸发到了极致 他的所有剑势 所有攻击剑招中 只有一个奥义 那就是快 行阳和花灯笼齐齐后退 俩人心中有数 根本挡不住 这快到极致的剑招 行语嘴角微敏 站在原地动动不动 当万千剑芒即将贴到面门时 他手中猛然显化出起源地剑 开 他嘀喝一声 一剑横扫 吃 一道遮天蔽日的碧绿剑光 如耀阳般斩出 明明是一剑 可却瞬息间演化出数之不尽的剑招 就好像有无数身影 在剑光中演练着剑术 砰砰砰 青妖的所有攻击都被挡住 没有一道剑芒降临到行语面前 这 青妖面露惊骇 万没想到他的看家本领 竟然被行语一招破除 他顾不得攻击 疯狂后退 如果硬抗这一剑 恐怕必死无疑 实账之外 绿图忽然凝现 争鸣一笑 一剑下劈 直接朝着行语的背部下斩 绿色光辉照耀 冲出一道道恶鬼骷髅头 疯狂咆哮 声波刺耳乱魂 带着迷乱心神之意 还没等行阳花灯笼动手 行语瞬息出现在绿图身旁 单手递结惊天印 直接一掌狠狠轰碎着绿色光芒 携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 镇压而至 不朽镇天印 以不死地火为原 释放而凝成 蕴含着超高的爆发性 可以将不死地火的威能完美释放 此刻骤然爆发 绿图万没想到行语会这样应对 尤其是那不死地火十分恐怖 他的独特绿色光辉 蕴含着腐蚀性 任何东西都能腐蚀 可是在不死地火下 化作虚无 没有半分功效 绿图大惊之下 也只能着急后退 行语没有追击 屹立在原地 淡漠地看向远处没有动手的血风 如果你以为我是霍昆那等废柴 那大可一事 行语没有释放任何符咒 只是单纯的凭借修为对抗 这股力量 足以硬汉谷地 岂会不如他们三人 有点意思 怪不得胆敢抢夺千机浮潰 血风眼眸冷漠 抄起面前的血红巨剑 随着前次 瞬息携带着一往无前的距离杀了过来 那瞧瞧我的 好 他俯冲过来 面前的血红巨剑剑尖血光凝缩 旋即疯狂外泻 将血风包裹 整个人看去 就像化作一道急速转动的漩涡 远远看去 仿佛有一条蛟龙盘旋四周 发出阵阵嘶吼 沿途锁过之地 尽皆被崩碎成虚无 有点意思 行语嘴角微敏 手持起原地剑 一剑冲出 碰 双剑刹那对碰 惊起滔天力量朝吸 一波一波的疯狂外泻 可怕的力量将万里苍茫 都碾压成了平地 迫使行阳花灯笼绿图青妖等人 急速后退 好强的力量 行语眼眸凝视面前的血风 怪不得能够成为大哥 这一手剑锋对决 行语感受到他手中巨剑传来的恐怖力量 堪比是天地 这家伙的地区 就算不是地体正宝 也差不了多少 他殊不知 血风更是惊讶 甚至可以用震惊来形容 哪怕是与古地对抗 他在力量这一方面 也从没有输过 被誉为他最强的手段 所以 也选择了巨大而沉重的巨剑 可以将强悍的力量体魄 发挥到极致 可现在语行语对抗 竟然不相上下 实在是有些想不通 这小子 为何地区也这么强 而且 看上去似乎还没有使出权力 他有些震撼 他的地区是有多恐怖 小亏你了 不过这只是开始 血风争鸣嘶吼一声 地区上缠绕一层层血红色的电芒 紧接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自胸口扩张 蔓延全身 竟然让他地区膨胀了一大圈 看上去足有三丈开玩 哪怕是身着盔甲 可依稀可见精壮的肌肉轮廓 杀 血风怒吼一声 手中血色巨剑也跟着放大 恐怖的力量暴增几十倍 就仿佛有一条血色猛龙 在嘶吼咆哮 撞向行语 行语嘴角微敏 地区宇宙扩张 磅礴的血气 如浩瀚沧海流转体内 弥漫出惊人的力量 随着手臂一震 启元地剑争鸣刹那间将力量迸发出去 只听轰的一声 启元地剑就像开天神剑瞬息切碎血色巨剑 紧跟着以雷霆万军之势 携带破灭一切的力量 斩碎了血风半边身 这这 血风惊恐不已 万没想到自己全力以赴的结果 竟然只是死得更快一点 这家伙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的 血风扬天嘶吼 痛苦不堪 他躲闪得已经很快 可依旧身躯被斩成了两半 透过被劈碎的甲咒 可以看到 他身上有着一层血红的浮光和闪烁的电芒 若非这东西 他现在直接一命呜呼 行语这必杀一剑 蕴含的至纯力量 足以将古地地区抹杀 岂是他一届圣地可以抗住的 有点意思 承受我一剑 还没死 行语手中起源地剑争鸣 冷冷一笑 若与他正常交战 血风或许还有机会占据上风 但与他对拼力量 这不是找死吗 手起剑落 行语又斩出一剑 再送你一剑 血风眼孔紧缩 身躯被砍断一半 剧痛难忍 此刻看着这军灵而至的一剑 血风心生颓败 我没想到 我会这个时候请出来 失算 血风眼眸一寒 扔掉手中破碎的剑柄 抬手一握 出现一道玉佩 咔嚓捏碎后 以掌心为源头 喷出一股无上谷地之威能 一层光辉扩散 凝成一道手掌 直接将行语这一剑 狠狠捏碎 狂暴的力量扩散 行语就感觉胸口发闷 差点吐血 快速后退的同时 定眼观桥 只见光辉中 显化出一道身影 这时 身后的花灯笼顿时惊呼 泄荒满地 三千二百七十五章 屠戮妖魔 光辉扩散 霞光万丈 居中的身影高约丈二 伟岸的身躯 透着高高在上的尊贵 一袭地甲争鸣作响 由血清 两色交替盘旋 万千浮光征腾 宛若无上尊神一般 他艳汗虎须 抱头还眼 面色橙紫黑 神情不怒自威 浮喀下的眼眸 带着无上压迫 什么 行语听到此话 眼孔紧缩 神情惊骇 这 这就是血荒蛮地 他怎么会被一个小小妖 将召唤出来 迎着血荒蛮地的双眸 行语心神凝重到极致 单单一到谷地分身 便有如此害人听闻的气势 其本人是有多强大 怪不得花灯笼 提及血荒蛮地如此重视 血风拜见 血荒蛮地 血风半边身子 跪在地上 恭敬地看向血荒蛮地 远处的青妖绿图 顾不得惊骇 也连忙跪下 而等此时换本地出现 有何要事 血荒蛮地声若奔雷 气势惊天 耳畔 都有阵阵回音作响 本地交代等做的事情 完成了吗 血风脸色难看 恭敬地说道 启禀蛮地 还未曾完成 今日即将得到千机浮潰 便可得到天机变 只可惜 被眼前这人得到 我等不敌 只好请蛮地出来 哦 竟如此厉害不成 血荒蛮地双眸盯着行语 以行语超强的地魂 都感觉要喘不上气来 此人在古地之境 必将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小儿 将千机浮潰交出来 我饶你不死 血荒蛮地声音落下 带着毋庸置疑的霸道 行语花灯笼 都神情紧张地 看向血荒蛮地 行语更是直接传音给行语 要不直接给他算了 正面杠血荒蛮地 岂不是找死 他可不想因为区区千机浮潰 就让大哥把命搭进去 行语却没有理会行语 抬头看向血荒蛮地 行语摇摇头 道 抱歉 千机浮潰我兄弟很喜欢 既然我抢到了便是我的 谁来也别想要走 除非我死了 血风三剑磨岩孔紧缩 这个家伙好大的胆子 现在血荒蛮地亲口索要 还胆敢拒绝 简直找死 血荒蛮地也没有想到 眉宇间透着一丝笑意 道 有点意思 我喜欢你这样嚣张的姿态 和本地年轻时候 很像 不过 诸如你这般的 妖魔洞窟有千百万 这个世界上 实力为尊 没有实力 但有野心毫无作用 血荒蛮地缓缓抬起手 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不给 那我就自己拿 咔嚓咔嚓 他手掌还未曾落下 以行语为中心的空间 就瞬息坍塌 恐怖的黑暗裂缝 被无形的威压碾碎 一道道斑斓的色彩光辉 扩散向行语 那高高在上的威能 足以将古帝都 给直接碾压成碎末 可是行语脸色一沉 微丝未动 地区宇宙争鸣作响 磅礴的气血疯狂翻滚 这可怕的威能 根本不能拿行语怎么样 什么 血风三剑魔 看到行语没有一点变化 神色大变 面对雪荒蛮地的镇压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家伙的地区 究竟多强 这等恐怖威压 必须要地区够强 才能够扛得住 实力强大 都无济于事 哦 有点意思 血荒蛮地 也颇有些惊讶 手掌微微一握 威能瞬间暴增百倍 空间顿时发出轰鸣暴碎声 仿佛虚无空间 都要承受不住这等威能 站在中央的行语 身躯发出咔嚓咔嚓 暴斗般的声音 衣衫顿时暴碎 不过不死地火 顿时腾起 疯狂燃烧中 化作不死地甲 防护着行语 行语双臂紧握 气血奔腾 肌肉全部崩起 哪怕双目遍布血丝 依旧纹丝不动 抬头看向血荒蛮地 行语冷冽地说道 你也就仗着年龄比我大 若同街同修行 我碾压你 任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行语还胆敢说出 如此狂傲挑衅的话 花灯笼都瞪大眼睛 喃喃自语道 哦吼 完蛋 这家伙疯狂起来 还真是不要命 这不是在找死吗 血荒蛮地对于行语的挑衅 没有动目 反而放声大笑 有点意思 你这小儿我很喜欢 血荒蛮地大笑着 似乎很欣赏行语 但紧跟着他大手猛然拍下 明明没有任何华丽的招式和规则蕴含 可这一掌下拍 却有种毁天灭地之事 所以 那就去死吧 行语眼眸金芒闪烁 一声低鹤 地区宇宙绽放到极致 万道光辉 从肌肤毛孔都积压出来 周身规则流转 仿佛他才是天地主宰 唯一的规则之人 四周的威压墙的恐怖 行语感觉地魂都在摇摇欲坠 但行语没有惊慌 反而有些高兴 他很久很久 没有感受到过 这等可怕威压的 遇到的对手 最多比自己强大一些 却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太多 现在 这位血荒蛮地分身出现 给了行语足够的压力 行语向来都会将压力转化为无上动力 而今更是如此 吃吃吃 行语地区被碾压得剧痛无比 甚至有鲜血溢出 染红了不死地甲 但是行语却争鸣一笑 疯狂的运转地区 将所有威压都转化为动力 促使着地区 在疯狂运转中不断淬炼 变得越来越强 抬头看向镇压下的巨大手掌 行语眼眸一凝 直接释放出太乙天女符 璀璨光泽萦绕 万千奇花 银空飞舞 在身后 光运扩张 符咒凝现金色篇章之时 太乙天女符 银空飞舞这显化 他足有千丈 宛若仙神的投影 神圣而高贵 美若折仙 这是行语第一次 在符文大陆 释放出太乙天女符 太乙天女符是辅助符咒 有着两大优点 其一便是会随着掌控者的实力提升 而无限提升 不会有智骨 若掌控者达到强大至极的谷地 甚至能蜕变成道符 第二 太乙天女符可以强化和增符 强化自身攻击力 将三丈的剑芒强化到三千丈三万丈 增符自身力量 自身攻击力 乃至修为 一拳若有三十斤 增符后可达到三万斤开外 若自身拥有三万斤 乃至三百万斤的力量呢 增符程度堪称可怕 不过太乙天女符有着一个很大的弊端 一天只能使用三次 就会历解 当然 这在她优秀的增符强化上 显得微不足道 三千二百七十六章 公平交易 哦 当太乙天女符透体释放而出 行语傲力在璀璨的金色浮光之中 宛若至高无上的主宰 哼 她扬天怒笑 地区喷勃出滔天滚滚的气血浪潮 身上的不死地甲争鸣颤抖 哗啦啦 身后的太乙天女符 音声飞舞 环绕着行语不断旋转 天地间飘荡起万千滋色的花瓣 一道道金黄色的符咒飘扬而出 化作一束束金色链条 飞向行语体内 咔嚓咔嚓 随着一道道金色符咒所化的链条进入体内 行语的地区明显膨胀了三倍开外 那坚挺的肌肉隆起 将不死地甲完美地撑起 不死地火呼啸飞舞 似乎有恶魔在咆哮 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行语的气血在疯狂增强 整个空间都在咔嚓碎裂中 天地风云变幻 仿佛扭曲了秩序 改变了规则 如果将正常人气血的爆发力 比喻成可以一拳打爆山岳 曾经的行语气血之力 可以轰碎十万大山 而今随着太乙天女符增幅力量 行语的气血强度 足以将无垠的大地 轰碎成粉末 这可怕的气血强度爆发出来 无论是血风三兄弟 还是花灯笼行阳都惊了 目瞪口呆 因为这纯粹的力量强度 已经达到了 他们所无法理解的至高高度 清晰可见 行语拳头紧握 磅礴的气血推动 化作至纯的力量 在周身凝现出一道道 可怕的血色电芒 每一道血色电芒 都带着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 那不是雷电源道 所演化出的力量 而是纯粹的力量 达到了一定 极致地步后形成的形态 力量也是道的一种 而且是最神秘 最难以捉摸的道 甚至很多人觉得 它并不存在 因为每个人都掌握 每个生灵都可以拥有力量 它是生灵的一部分 它无法去掌握去参悟 想要获得绝对力量 只有不断苦熬地区 疯狂淬炼 冲破一次又一次的地区枷锁 达到巅峰地步 可是仔细想想 力量才是最极致最巅峰的道 因为无论是任何道 都需要力量才驱使来推动 它并不存在 可却又真实存在 蕴含在世间万物所有道之中 血荒满地也傻了 神情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目光 这是它都无法触及到的境界和高度 也是它都无法理解的 纯粹的力量达到一定极限后 是这个样子吗 这家伙 简直太变态了 花灯笼难难自语 真的被行语震惊到了 无法言喻的地步 这时 一旁的于心亭随手一挥 两道白芒缠绕着花灯笼和行阳 二人一愣 于心亭说道 快走 雨哥的爆发 我们可挡不住 于心亭很清楚地意识到 此刻的行语 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压压迫之后 无论心态还是地区的强度 都在发生之的变化 尤其是得到太乙天女佛的增幅加持之后 他倒是不怕 不过花灯笼和行阳 很可能会被行语无法控制的力量给摧毁 好 当三人刚刚离开 屹立在中央的行语便猛地仰天怒吼 可以看到 他的额头青睛暴露 双目猙獰而恐怖 仿佛是巨大的力量 充斥在体内 就连他都要承受不住 更可以看到 不死地甲下的他的肌肤 逐渐呈现红色 而后渐渐深沉 化作血红色赤红色 然后 成为绝对的黑色 肌肤尤其一层盔甲一般 而且最恐怖的是他的吼叫声音 震耳欲聋 真正的响彻云霄 每一道音波都化作绝对的力量 瞬息四散八方 清晰可见 方圆百万里的山河大地 一瞬间被移为平地 晨雾疯狂翻滚 雪荒蛮地震压而下的 那道恐怖大手掌 直接被这音效震碎 在苍穹之上 化作一股恐怖的蘑菇云 急速倒退的于心亭三人 也瞬息被覆盖 索性三人身上 有于心亭所画的一层白色光芒笼罩 力量直接穿透滑过 三人没有半分危险 雪荒蛮地神色大变 他真正意识到了 行语的话中含义 若真的二人同接 行语绝对能够无条件吊锤他 这力量 怎么瞬间恐怖到了 这种骇人听闻的地步 它不会是恶魔转世吧 哼 他嘀吓一声 双手在胸口缔结一道印记 刹那间 龙鹰虎啸凤鸣在周身响起 可以看到一龙一虎 一凤黄盘旋周身 化作一道防护罩笼罩自身 当恐怖鹰啸的力量席卷过来 防护罩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 仿佛下一刻就会被粉碎 雪荒蛮地神色大变的疯狂后退 无奈堂堂古帝之尊 竟然扛不住一介圣地的怒笑 雪荒蛮地感觉如此的不真实 可是又不得不相信 这股力量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以防护罩保护了自己 花灯笼和行阳 被于心亭带走逃避 可血风三剑魔三兄弟 就没愿帮忙了 当看到那可怕的力量 无差别的席卷而来的时候 三人齐齐色变 疯狂后退 可是 他们速度在这力量面前太慢了 吃 吃 吃 力量音波如大泼灭的末日般划过 三人直接化作三股血雾瞬息 消失在天地间 紧接着粉碎的大地翻滚起尘雾 将血雾淹没 犹如尘埃一般 连一点浪花都没有翻腾起来 哈哈 奥立在中心的行语 放声大笑 每一道笑声都如雷贯耳 雷鸣震震 苍穹之上轰隆隆的巨响 犹如天地一响 这力量真强 我喜欢 哈哈 行语此时其实很痛苦 他也是第一次释放太乙天女符 也是第一次增幅自身的气血力量 万万没想到 能够达到如此害人听闻的地步 他看着周身闪烁的血色电芒 自己都感觉到害怕 每一道血色电芒 都有着毁天灭地的神力 这就是力量达到极致后的表现吗 不枉我费尽千辛万苦的努力 修行地区 行语拳头紧握 嘴角微敏 冷峻的脸庞肌肤都化作了血色 双目之中遍布血丝 如果不是知道他是行语 恐怕会误认为这是恶魔降临 因为他一袭不死地甲 肌肤又化作盔甲般的黑色 身后长发疯狂飞舞 周身血色电芒霹里啪啦的闪动 更有不死地火冉染升起 疯狂跳动 不是恶魔是什么 三千二百七十七章 请尽管杀 行语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 或许就是力量达到极致后自然形成的表现 他只知道一件事 现在他感觉体内力量澎湃欲出 他有种要毁灭世界的冲动 抬头看向万里之外的血荒蛮地 行语双目中都有血色电芒闪烁 嘴角微微一鸣 脚下一阵 他竟然直接来到了万里之遥的血荒蛮地面前 吃 当他来到血荒蛮地面前 身后的空间才发出刺耳的恐怖巨鹰 空间才开始坍塌断裂处一道道裂缝 而原地的行语身影 才渐渐在风中消散 他在绝对力量下 速度已经超过了音速 超过了光速 哪怕是运用空间之力 远远不如自身力量的爆发速度更快 行语的脸庞都被这极致的速度带动得扭曲 不过黑色的肌肤坚不可摧 形如金属般闪烁着寒芒 这力量惯性带动下 根本不会对他自身产生任何反动力反伤 你 血荒蛮地眼孔紧缩 大惊失色 这速度未免太恐怖了 他明明还在万里之外 可是瞬息来到面前 犹如神迹一般 你什么脸 吃我一拳 行语争獰冷笑 双目电芒闪烁 直接一拳砸向血荒蛮地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 那么别杀他的分身 现在的行语 什么都不想管 也不想去在意 只想爆发体内那呼之欲出的恐怖力量 要将世界摧毁 碰 雪荒蛮地看到行语攻击 便抬手格挡 可是 他速度太慢了 行语的一拳 已经落在胸口 扑痴 闪烁着血色电芒的铁拳狠狠落下 直接将雪荒蛮地身上的防护罩击碎 雪荒蛮地根本扛不住这可怕的一拳 阴声狂喷一口鲜血 只不过 鲜血落在半空中 又化作了淋雨消散 它只是分身 并非本体 可仅仅是分身 都足以秒杀古地 然而现在 却在行语面前狼狈如狗 根本反应不及 你的速度太慢了 行语嘴角微鸣 冷笑一声 瞬间又是一拳 你 扑痴 雪荒蛮地大怒地想说话 看到行语动手抬手便要格挡 可是又慢了一拍 直接被行语结结实实地一拳砸到胸口 又狂吐一口鲜血 清晰可见 他的身躯渐渐暗淡 竟然即将要被行语打碎 哼 这就是你狂傲的资本 这就是你蔑视我的本钱 废物 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成为实境妖魔的 如此垃圾 如此废柴 连我的拳头都挡不住 砰砰砰 行语嘲讽计笑 一边打一边骂 每说一句话 便疯狂抱走他一拳 速度极快 雪荒满地别说反击了 根本扛不住 只能犹如沙包一样 被行语一拳接一拳地胖揍 最恐怖的 还远非如此 如果仔细看二人战斗的身下大地 竟然出现一个又一个恐怖的巨坑 那都是外袭而出的力量 劲气轰击的 单单于波 就有如此骇人听闻的可怕力量 足以想象行语的力量 现在达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 数万里之外的行阳花灯笼俩人 眼珠子 差点瞪出来 这这这 俩人无论怎么想 都没有想到 会出现眼前这一幕 堂堂石镜妖魔 谢荒满地 现如今被一个圣地巅峰的行语 活活胖揍 毫无招架之力 最恐怖的是雪荒满地 在渐渐虚化 很显然是要坚持不住了 这力量还行 早该如此 只是宇哥哥太过于低调 藏桌干什么 太乙天女佛有着 足够惊人的增幅力量呢 于心亭一脸欣慰地看向行语 花灯笼猛地倒吸一口冷气 转头看向于心亭 道 这这这 这是太乙天女佛 是啊 她 她不是不修符咒吗 宇哥哥什么时候说过她没戏修 啊 花灯笼愣住了 好像行语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 她只是战斗中从没有释放过 所以让所有人都以为她 根本没有掌握符咒 可爱没想到她还真的稀修了 而且是太乙天女佛 花灯笼看向行语的目光 已经是变得深邃而凝重 她可是知道 这东西的价值 是有多恐怖 如果说符咒中最强的是道符 是最强悍最霸道的符咒 那么 太乙天女佛 就是世间所有辅助符咒中 最无敌的符咒之一 包括道符级别的辅助符咒 如果对所有辅助符咒 进行一个排名 太乙天女佛 能够排名前五 她还真没有想到 行语竟然掌握了这么惊人的符咒 这可是属于传说中的符咒啊 比道符还难学 导致她只知道名字 根本不清楚 符咒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太乙天女佛 也太霸道了 行语也是第一次见到 释放太乙天女佛的行语 简直火力全开人挡杀人佛 当灭佛呀 于心廷嘻嘻一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远处正在胖揍雪荒蛮地的行语 忽然停下了 低头看向半跪在地 狼狈如狗 浑身满是伤痕 近乎虚化要破碎的雪荒蛮地 你还有最后想要说的话吗 我决定最后一拳送你归西 行语冷谋如电 寒芒透着可怕的杀意 周身电芒噼里啪啦地闪烁着 犹如地狱恶魔之子 雪荒蛮地深吸口气 抬头看向行语 充满了愤怒 杀意 不甘心 憋屈种种神情 但最后眼眸中都化作了敬佩 不知道多少年了 从没有人胆敢如此羞辱我 把我按在地上暴走 毫无还手之力 尤其动手的还是一位圣地 这是我万万都没有想到的 真是人生耻辱啊 雪荒蛮地站起身 冷眸看向行语 道 能够以如此年龄 领悟到绝对力量的真谛 这是整个妖魔洞窟 乃至整个西齐境 从古至今都无人达到的巅峰 单充这一点 我很敬佩你 不过 本地也是很记仇的 这仅仅只是我的分身 你就算灭得掉我的分身 可面对我的本体 你这点手段根本微不足道 虽然你很强 可如果你无法近身 无法突破古地 我们二人依旧有着天欠之别 这一点我自然知道 不过那又如何呢 行语狂傲道 大不了就是一死 不过我临死前 也足够让你品尝到可怕的代价 我从未服过任何人 也没有人有资格 让我心服口服 因为我是无敌的 行语狂傲的话 响彻云霄 震动环宇 气浪滚滚 仿佛下一息 便可见天地崩塌 三千二百七十八章 拜见恩师 怎么回事 那片天地发生了什么 怎么闹出这么大动静 那恐怖的吼叫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雪荒蛮地出来了 好强的威压 莫非有妖君动手不成 速速去看看 或许有符咒 行语的一声嘶吼 力量绝对爆发 响彻云霄 摇阁无数万里 都足以听得清清楚楚 诸多妖魔都沸腾而震惊 摇阁这么远 都感受到那可怕的气息 这究竟是何等人眼 纷纷朝着这方天地赶来 都想要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或许跟血荒蛮地有关 也说不定 因为他这段时间 走出了禁区 想要大干一场 一同赶来的 不仅仅有妖魔洞窟的 诸多妖魔 还有很多妖将妖君 乃至妖主 都疯狂从各个地方赶来 实在是这忽然爆发的动静 太恐怖了 血荒蛮地音声大笑 说道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你是我见过的仅有的几个 将狂傲的话语付出行动 并且完成之人 还能有如此天赋 实在了得 我很欣赏你 我对你的欣赏不感兴趣 行语淡漠地看向他 拳头猛地紧握 如果没有废话 那么你可以去死了 不管你有没有兴趣 我是很有兴趣 虽然我很想杀你 抱我这耻辱之仇 不过 是在下不去手呢 雪荒蛮地大笑道 在这妖魔洞窟 你会需要我的帮助的 如果需要随时可以来找我 我来保护你 我们本就没有仇恨 各让一步不好吗 而且 我相信 你会需要天机变的 哈哈 当他话音落下 行语的铁拳已经降临 冷哼一声 毫不犹豫地 瞬间击碎雪荒蛮地的身躯 只听砰的一声 他的身躯直接轰碎 化作漫天光雨 数万里之外 赶来了大批的妖魔妖 将妖军妖主 当亲眼目睹 行语一拳打碎雪荒蛮地的分身 所有人都震惊地头皮发麻 这 这是人是鬼是妖魔 他竟然胆敢于雪荒蛮地为敌 不想活了吗 好可怕的气息 一拳粉碎雪荒蛮地的分身 而且气息竟然只有 圣地巅峰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他老人家的分身 都足以吊垂无数古地妖将妖军了 这无数妖魔震撼于场内的情景 而行语却根本没有在乎 将雪荒蛮地斩杀后 他心情大好 只是体内的力量 还没有挥散殆尽 让他很不舒服 仰天畅快淋漓的长笑 那声音滚滚如雷洞轰鸣苍穹 令得方圆百万里天地都在颤抖 诸多妖魔都被声音震荡的耳膜剧痛 惊骇后退 于心亭三人看到了诸多妖魔赶来 当即在于心亭的带领下 来到了行语面前 行语停下 转身看向三人 大笑道 你们没事吧 没事你个头 差点被震死 行阳瞪大了眼睛 惹得行语 哈哈大笑 现在该走了 诸多妖魔赶了过来 花灯笼说道 怕什么 看我的 行语冷笑一声 直接朝着诸多妖魔冲了过去 谁敢与本地一战 过来 看着行语如地狱恶魔般的姿态冲了过去 花灯笼行阳于心亭三人 七七手舞额头 我累个去 大哥这是疯了吗 怎么这么暴躁 行阳苦笑道 哼 谁知道呢 应该是兴奋的缘故 不过这是好事 于心亭嬉笑道 他对力量的感悟 应该又达到了新的台阶 多战斗有好处 我们走吧 先离他远远的 省得被波及到 你记得告诉他一声 我们找地方躲起来 行阳点点头 他与行语有契约 无论相隔多远 都能够彼此感应到 行阳告诉行语一声后 三人就离开了 行语大笑一声 抵达众妖魔面前 然后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 直接横冲直撞 宛若不要命的亡命图 于心亭三人安全无需担忧 他可以放肆地战斗 原本行语不想这样 但现在太乙天女佛 进行了力量增幅 达到了几个极致地步 如于心庭所言 他对力量感悟 达到了很高的地步 需要多多磨练 在战斗中去体会这种变化 才能够日后 没有太乙天女佛的增幅下 自身爆发出来 地区的强度 已经达到了圣地巅峰 能够走到的极限 想要继续提升很困难 所以 行语需要这种感悟 来极限提升 同时也需要不断战斗中 让自己记住这种感觉 快跑 当行语以极致的速度 冲进妖魔人群中 瞬间就有几十位妖魔 化作了血雾消失 行语的力量太可怕了 绝对的速度 就爆发出无以伦比的力量 很多人所说的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便是这个道理 根本不是寻常妖魔 能够抗衡的 后面的诸多妖 像在惊呼声顽命转身跑 他们是渴望战斗的疯子 但不是傻子 明知不敌还继续打 那就是找死 没人会想死 他们也是一样 跑什么 陪我玩玩 行语冷笑一声 对着他们便疯狂攻击 本就是妖魔 死不足惜 不知道手下残害了多少人命 那么杀了他们行语 没有丝毫心理负担 况且 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 绝对实力 就代表了绝对权力和地位 如果没有实力 他们对自己下手 恐怕更残忍 当然 行语也没有去对妖魔妖将动手 死掉的都是躲闪不及的 那行语就没有办法了 他的目标是 妖魔中的妖军 以及几位妖主 行语并不认识他们 但是单单从气息上 就能够明显分辨出来 他们的气息更加雄浑 而且面旁不怒自威 很显然是时常高高在上 见到这样的 行语二话不说 便是一击砂锅大的拳头砸了过去 无一例外 根本没有人挡得住 几乎是几次眨眼间 便死伤上百人 死掉的妖魔 都化作血污消散 这些还都是没有来得及跑掉的 而被行语攻击的全部都死 只有几位妖主 还勉强扛了几次 吐血倒飞 然后没有想着还手 转身就跑 不一会儿的功夫 刚刚还有数百位的妖魔 跑得跑 死得死 全部都没了 擦 真没意思啊 站在原地 行语一脸失望 还以为能陪自己打一会儿呢 都是一群废柴 死去的妖魔体内出现的符咒 都散落在四方 行语随手一挥 便全部收走 他刚要转身走 一道冷漠声响彻耳畔 杀了我这么多人 你想往哪儿走 三千二百七十九章 万死不辞 冰冷的声音响彻耳畔之际 一股恐怖的威压 便席卷而来 饶是行语此刻强劲的可怕地区 都感受到沉闷的压迫感 猛地抬头 只见上空显化一道身影 他身高八尺 魁梧挺拔的身躯 身着紫金色锦袍 透着高高在上的尊贵之气 给人十足的压迫感 他缓缓降落在行语正前方十丈外 紫金长袍 在风中烈烈作响 弥漫出幽紫色光辉 宛若来自地狱幽冥的使者 覆手而立 气质阴冷而妖逸 就好像有无数鬼魂 盘旋在幽紫色光辉之中 面旁俊朗 形如若冠之年 嘴角擒着一抹笑容 颇为邪魅 当然 从他眼眸中流露出的神情 可以看出岁月的沧桑之感 绝非看上去这般年轻 行语如灵大敌 神情凝重地看向此人 他的气息 远远比血荒蛮地还要强大 虽然自己遇到的血荒蛮地是分身 但他也是实境妖魔 不可能有人比他更强 如果有 一定是实境妖魔其中之一 你是何人 报上名来 行语冰冷地喝道 此刻的他 力量澎湃欲出 有着无穷的自信和战斗欲望 别说实境妖魔 就算是符文大陆最强的三圣族 乃至神灵下凡 他也敢抽他压一嘴吧 实境妖魔 鬼谷魔地 他虽然在笑 可声音冰冷地吓人 那阴森的气场 似乎要将天地冻结 行语眼眸一领 果然是实境妖魔 看来血荒蛮地走出禁区 不仅仅是想要冲出残龙妖宫 或许还发生着什么事情 否则怎么会有第二位妖魔走出来 还是说残龙妖宫要大乱 你又是何人 我可未曾见过你 刚刚下来的外界人吗 鬼谷魔地淡笑 语气冰冷地说道 杀害我诸多妖魔手下 你可知罪 这妖魔洞窟之人 尽皆为该死之辈 杀了又当如何 你不在禁区待着出来做什么 又为何来寻我 我可与你未曾谋面 你管得太宽了吧 行语气势冷冽 丝毫不弱于鬼谷魔地 刚刚你与血荒蛮地的 交战我正巧在一旁 我对你很有兴趣 特意来见见你 不过你杀我诸多妖魔手下 实在有些过分 鬼谷魔地笑道 当然 如你所言 这些人都该死 死了也无所谓 只是他们的生杀大权 应该由我来掌控 而非你 不过呢 我可以当作没有看到 算是交个朋友 你看如何呢 行语冷笑一声 费了半天话 胆情是想要与自己交朋友 行语一个字不信 他的目的 或许跟血荒蛮地很简单 想要知道自己 究竟是得到了什么符咒 想要知道 如何拥有这般强大的地区力量 如果他们这个境界 掌控这等力量 别说残龙妖功 稀奇光伏 就算是圣族 恐怕不出动大规模精锐 都难以抗衡 毕竟 这是力量到达极致后的巅峰境界 若能继续参悟提升 将拥有着毁天灭地之神威 你的目的和血荒蛮地一样吧 行语冷声道 自然 否则你一接圣地巅峰的小儿 还没有这等资格 让我亲自来找你 这是你的资本 也是 你的能力 是我欣赏你的原因 鬼谷摩地道没有做作 直接笑道 如何选择 在这妖魔洞窟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 待日后我冲出妖魔洞窟 定为你保驾护航 我可以地命起事 让你安心 公平的交易 公平的合作 若有朝一日 你超越我 我也愿意追随你 这未尝不可 这是实力为尊的天下 也是强者的世界 你没有选择权 行语倒是没想到 这个鬼谷摩地 会说出这番话 很显然 他要比雪荒蛮地更直爽 一切都摆在明面上说清楚 不过 行语可没打算答应 何况他这个方法 自己还没研究明白 如何告诉鬼谷摩地 告诉他自己 因为太以天女服 恐怕 他会立刻杀了自己抢夺走 就算是真的研究明白 行语也不会说 因为这二人根本不配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很喜欢你这样 将一切都摆在明面上 不过 我不会答应 行语淡漠地说道 你选择跟雪荒蛮地交易 鬼谷摩地 语气微微易冷 你误会了 在我看来 你二人都没有这个资格 行语语气淡漠 但面旁充斥着极其狂傲的神情 何况我走的路 就算告知你们方法 你们也做不到 也远远及我万分之一 这妖魔洞窟内 我想要什么都可以自己亲自获得 无需你们的帮助 哼 够狂傲 有点意思 鬼谷摩地笑道 你这个回答 在我意料之中 刚刚他亲眼所见 行语暴垂雪荒蛮地分身 就明白 这个家伙很理智 很聪明 也有城府心机 但他是个狂傲到极致的存在 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狂傲 所以 他也没打算指望和行语和气的公平交易 现在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与我交易 刚刚所说的一切都会照做 我向来说一不二 也许坑骗你这小辈 第二 鬼谷摩地手掌微微一握 周身冷冽的气息瞬息扩张 方圆百万丈 被一为平地的大地疯狂震战 似乎要崩塌毁灭 第二 我打到你服为止 如果不服 就杀了你 我不允许你活着 在鬼谷摩地看来 行语正凝练力量的手段 要么自己得到 要么谁都别想要 只有这两个结局 否则自己等待的 就是被吊锤 他可深知 雪荒蛮地为什么出来 是为了挑战自己 二人本就实力不相上下 如果让他得到这方法 恐怕胜算真的未知了 行语深吸口气 周身力量凝结 血色电芒 噼里啪啦的闪烁不停 啊 就知道你会有这个选择 我已经准备好 来吧 行语低鹤道 我可不是分身 而是本体 鬼谷摩地冷漠道 就算是雪荒蛮地亲自到来 也和我不分伯仲 而你虽然力量够强 可修为太弱 面对我你不会有丝毫的胜算 我奉劝你放理智一些 很多时候失去一些东西 总会得到更大的回报 鬼谷摩地依旧希望行语理智答应自己 毕竟杀掉他是最后的选择 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见到有人 能将地区力量强大到这个地步 实在是不想放弃 要动手便动手 费什么话 有胆子便杀我 看全 行语低鹤一声 疯狂冲向鬼谷摩地 3280章 欲界古踪 吃 行语话音落的同一时刻 便已经铁拳降落 狠狠砸到了鬼谷摩地的胸口 刹那间血色电芒噼里啪啦的闪烁 那蕴含的恐怖力量足以毁天灭地 以拳头为中心 空间都瞬间扭曲崩塌 化作一方黑洞 可是鬼谷摩地的地区 猛地绽放出幽紫色的光辉 将黑洞瞬间淹没 并且反震出一股强悍无敌的力量 将行语阵飞出万丈之外 当把行语阵飞 鬼谷摩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 嘴角微眠 抬起头 笑道 真是越看越喜欢你呢 刚刚行语的攻击速度 可是把他给吓坏了 因为行语攻击的时候 他都没有意料到 速度太快了 快到了他强悍的地魂 都没有察觉的地步 当意料到的时候 攻击已经降落 根本来不及抬手格挡 所幸他的古地之躯足够恐怖 并且修为够强 其本身的自我战斗意志 便驱使着地区进行了格挡 仅仅如此 便将行语的攻击给击溃 行语脸色阴冷 暗自心惊 自己与鬼谷摩地的差距 竟然都不如他身体本能的反抗 这是何等巨大的差距 这也让行语真正地明白 圣地和古地之间 有着天欠之别 无法跨越到古地 根本难以对抗古地 因为两者有着之的差距 用任何方法 都不能将距离缩短到平等 更别提超越 只能无限接近 行语自认 自己已经做到了 圣地对抗古地 能够做到的极限 还是不行 那么天下间 便一定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但行语没有退缩 而是冷哼一声 继续攻杀鬼谷摩地 他要继续尝试 不断地战斗 这样对于自己的提升 有着无限好处 至于危险 不 行语根本不怕 因为行语很清楚 鬼谷摩地 根本不会舍得杀自己 自己表现得越突出 越强大 他越是舍不得杀自己 这么好的一个 打不过还打不死 更不会杀自己的杀包 为什么不用呢 砰砰砰 不到一个呼吸时间 行语已经连续凶猛地 进攻了上百次 每一次行语都竭尽全力 每一次都将绝对的力量 凶猛地爆发出去 力求将鬼谷摩地诛杀 如果面前站的是普通的谷地 早已经被行语抹杀 无数次了 因为它的攻击力 已经超越了极限和想象 将圣地与谷地之间的差距 无限量地缩小 击杀普通谷地 绝对不是问题 只是击杀鬼谷摩地 还属于遥遥无期 因为境界之间的差距 已经不可倒计 鬼谷摩地没有反攻 更没有伤行语 如行语所计算的一样 行语表现得越优秀越突出 它越是喜欢得不得了 它也没有动 因为它很清楚 自己的移动速度 虽然很凶猛很快速 可单纯地跟行语比较 还是远远不及的 它依靠着极限力量境界的推动 完全可以玩傻子一样地玩弄自己 除非极限爆发 但那样会直接杀掉行语 所以 鬼谷摩地 选择以静制动 就静静地站在原地 等候着行语的攻击 它甚至闭上了眼眸 运足力量在地区周身 一旦受到攻击 就立刻借助反阵 给予行语攻击 这是唯一能够跟上 行语攻击速度的方式 它娘的 行语打得很畅爽 对于力量的运用越来越凶猛 越来越熟练 它也感觉得到 自己的地区 在逐渐适应这股力量 因此在不断增强 就像一个柔软的瓶子 无限量地朝着瓶子里兑水 起初水会不断溢出来 可是当水流冲击速度 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便是瓶子 如何能不变强 只是吧 行语想到的郁闷 打了半天 根本无法拿它怎么样 这感觉可是十分糟心 不过行语也没有停 把握好这次历练的机会 而就在二人一个打一个防 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天边黑云压境 一股凶猛到极致的恐怖气息 扩散了过来 鬼谷摩地猛地睁开双眸 磅礴的谷地微压扩散开 直接将行语扑得撞飞 差点一口血喷出来 这 行语没有震惊于 鬼谷摩地的忽然爆发 他如果想弄死自己 简简单单 这点行语心里很有数 他转头看向了天边 看着这扑天盖地的恐怖威压 他神色凝重 他猜测 恐怕是雪荒蛮地来了 鬼谷 你来得够早的 这么快就想死了吗 哈哈 爽朗刺耳的大笑声 就如雷鸣轰击在耳畔 蕴含着极致的威能 饶式行语都被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抬起头来 只见乌云翻滚间 雪荒蛮地一步踏前 出现在万丈之外 哼 我没去找你 只是不想这么快杀了你 你有何嚣张的 鬼谷摩地面带笑容 可是声音音冷到极致 哼 多年不见 还是这个德行 让人十分讨厌 雪荒蛮地冷哼一声 目光看向了正前方的行语 忽然面带一缕笑容 小辈 又见面了 我觉得 不见面的最好 行语淡漠地说道 缓缓后退 距离鬼谷摩地 和雪荒蛮地都远一点 这两个家伙 可都不是善差 这妖魔洞窟虽然大 但也很小 只要在这里 我想要见你很简单 雪荒蛮地大笑道 刚刚这鬼司 是不是找你 合作交易来着 我奉劝 你可莫要答应 他可是出了名的 痴人不吐骨头 说得好像你不是一样 鬼谷摩地冷哼一声 转头看向行语 道 小儿 我刚刚 有无数次可以杀你 但我没有 你应该看得出本地诚意 我希望你做出最聪明的选择 否则害的可是你自己 只要你愿意 我什么条件都可以开出来 你做个选择 你不想要天机变吗 血荒蛮地 紧随其后地笑道 行语眼眸微宁 看了看二人 道 我如果都不答应你二人呢 哼 那最简单 鬼谷摩地冷声道 杀掉你 废掉你 血荒蛮地嘴角微明 笑道 左右都死 那随便吧 请尽管杀 我一个字不告诉你们 行语冷笑一声 眼眸透着冷芒